这个男人每次来到酒吧只点一杯可乐 因为他看上了这里的头牌叶子 而在这里做五小姐之前 叶子曾学过八年的舞蹈 后来也曾做过一段时间服务员 再然后他参加成人高考 考上了深圳的外国语学院得语系 在不经意间他认识了钻石人间堕入封城的女孩 当时他正在为学费而发愁 在几个朋友的怂恿下走进了这条不归路 这天本来海涛像往常一样在钻石人间消磨时光 在他点好可乐之后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他一回头 一张面容娇好的脸出现在他眼前 他顿时就被这个女人吸引了 但是他略带侵略性的目光让叶子感到不舒服 像他这样的风尘女子见到的老色批不知反景 李海涛不以为意就这么看着他 看着这曼妙的身姿让海涛响如飞飞 当叶子从舞池回到座位上是 海涛好奇叶子为什么没有上班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样子 叶子决定逗一逗她 我在逗你啊 看着海涛憨憨的样子 叶子笑得花枝乱颤 海涛则愈发对她感兴趣 她向酒宝打听起了叶子的名字 周末的时候海涛接到了朋友的邀请 再次来到钻石人间 她的朋友每个人都找了一个陪酒 海涛来了自然也要帮她叫一个 张博去唱歌的时候 边上的小玉便主动敬了海涛一杯 接着她提出玩骰子 但是海涛不会 为了不冷场 小玉提出帮她看看手相 来这里的男人大多数都是趁机开游 很少有像海涛这样躲躲闪闪的 这让小玉对这个男人也产生了兴趣 海涛则趁机出来看叶子跳舞 舞台上的那个身影 才是让她魂牵梦绕的那个人 直到舞蹈结束 李海涛都觉得有些意犹未尽 就在她百无聊赖地喝着可乐时 给我一支烟 无论什么时候看见这张脸 都能让李海涛的心里一颤 你怎么老送我烟 我送你烟怎么了 那天你也碰我一项可乐呢 别说抽鸟是烟了 就是抽鸟大嘴巴也不算多 叶子的话让海涛无法反驳 说完之后她自己就笑了起来 海涛想要请她喝一杯 这时有个女孩来叫叶子 让她去给客人陪酒 但是叶子不想去 因为那个客人总是动手动脚的 听两人讲话的内容 明显那个客人来头不小 不是他们这种小姑娘能够惹得起的 叶子到底还是去了 当海涛回包厢的时候 就看见叶子从另一个包厢出来 并且捂着鼻子 看样子应该被打了 海涛急忙上去看看情况 叶子正在清理自己的鼻子 海涛想带她去医院 但是被她拒绝了 叶子一个人来到钻石人间的大门口 晚风袭袭让她感觉有点冷 她让海涛帮她把衣服拿一下 海涛帮她把衣服拿过来之后 她没说一句话就要走 去哪儿啊 我送你吧我有车 接着两人来到一个静板 叶子把她的身世经历说给了海涛听 看着她眼里对男人的亲密的样子 海涛的心里就像猫抓心一样的难受 她既想得到这个女人 也想保护这个女人 两人也开始了纠缠不清的爱情故事 李海涛给了叶子自己的名片 叶子走到半路又回头 在李海涛的车上用口红 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鲜艳的口红就像热情如火的叶子 这个晚上李海涛彻夜未眠 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叶子 虽然知道她是个夜场上班的女孩 但是她的脑子就是不受自己的控制 这天她上班的时候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原来车子上的号码李海涛一直没擦 让很多路人误以为这车是想卖的 你要再不擦点 我就走这把车给卖了 行啊 卖吧 卖车的钱哪 对吧 芬 到时候你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别平了 忘了啊 晚上有吃电话 没有 那什么时候不 对不起啊 电话钱了 拜拜 画面一转 李海涛来到洗车店把车洗 车子上的号码是被洗干净了 但是他心里的那道身影怎么也洗不掉 这段时间海涛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欲望 虽然叶子的号码他已经烂书于心 但是他始终不敢拨通叶子的手机号 也许是他害怕拒绝 他知道自己的魂已经被那个狐狸精给勾走了 他再一次来到钻石人间 他在人群中寻找那个让自己牵肠挂肚的身影 只是他找遍了钻石人间都没有看到 这次他在吧台点了一杯酒 哎 有烟吗 给一只 李海涛一回头却发现是小玉 而小玉明显也认出了他 见状李海涛便想跟他打听叶子的消息 哎 那谁呢 有谁啊 就是那个小西腰 叫什么来着 叶子 他啊 没有啊 我有一朋友 听说他跳舞跳得不错 想认识一下 找我得了我不一样 你怎么不会跳舞 海涛故意假装不熟地问起叶子来 其实叶子这个名字 已经在他心里默念了一万遍 但是小玉却说他在医院 他都不要了 把门票爆了 你告诉你 还是不分了吧 去一算 海涛掏出了一张百元大钞拍在了桌子上 问叶子到底怎么了 拿了钱的小玉让海涛再请他喝一杯 见状海涛直接又掏出二百块 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 当小玉说叶子被人打了的时候 海涛脱口而出问是不是吻哥 这让小玉知道海涛跟叶子绝不像海涛刚刚表现的这样陌生 叶子被打是因为让他上中他不愿意 下班的时候直接头上挨了一百砖 为什么不报警啊 报你个头啊 做这行的到了橘子还不先把他收了 那个时代的严打还是很严的 像他们做这种灰色行业 一般都是拘留家罚款 然后再遣返回原几地 小样啊 看着我们解决了吧 有戏吗你 没戏行了吧 这怎么那么逗啊 接着海涛问叶子在哪个医院 小玉知道眼前这个小伙是看上叶子了 他让海涛明天中午和他一起 他每天中午都要去给叶子送饭 临走时他顺走了海涛的香烟 还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他嫌弃地擦了擦脸 第二天他来到小玉家楼下 接小玉一起去医院看望叶子 得知海涛带了鸡汤他一脸嫌弃 人家看病都送花 你老人家送鸡汤 你推过时了吧 鸡汤能喝 花能喝呢 车开到半路的时候 海涛将车停在了路边 这句话让小玉开心不已 但是他在乎的根本不是小玉说什么 而是叶子喜欢什么 当叶子看到海涛的时候他笑了起来 可见他对这个小伙子的印象不错 当小玉去叫护士过来换水的时候 海涛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了他买来的碟 他是看见叶子听见蔡琴的歌就变得专注 所以给他买了这张碟 他还带来了随身DVD 看着眼前这个细心的男人 叶子的心也有一些动摇 他让海涛晚上来的时候买一些百合 因为这里的药水熏得他头疼 哪种是白百合 这些都是 那需要几只 有多少 全冒了 当海涛抱着一大树百合来到病房的时候 病房里传来一众尖叫声 这把海涛给吓了一条 而这些阴阴厌厌厌都是叶子的闺蜜 闺蜜团也知道这个男人是叶子的追求者 小玉的玩笑让海涛有一点尴尬 接着他又提出让海涛去买点吃的来 这时候叶子说话了 海涛有些犹豫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而这是叶子想让他和自己的闺蜜们熟悉一下 海涛问他想吃什么 这时候小玉在后面催促起来 叶子啊 我来陪你不是来陪他们的 又不差这一顿饭的功夫 时间还长着呢 去吧 要不我给你带点吃的回来 行 要不带爆炸菜吧 嘴里没自眉味 这句时间还长着呢 让李海涛心欢怒放 而叶子的这几个闺蜜分别有 小云和小玉 雪儿 亦婷 几人以前都是在钻石人间上班的 吃过饭后 海涛主动提出送几人 他先将雪儿和小玉送到了钻石人间 帅哥 我都带你去这间叶子了 什么担心我呀 没贫了 没贫了 海涛 亦婷 小云 再见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而小云和亦婷已经金盆洗手了 亦婷还开了一家发廊 这之后他去超市买了叶子叮嘱的榨菜 但是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院已经过了探视时间 护士不让他进 他在车上给叶子打了个电话 得知他还没有走 叶子让他去住院部后面有栅栏的地方 而海涛一下子给他买了十包榨菜 他让海涛当场给他打开一包 他就这么吃了起来 叶子的举动让海涛觉得 他们的关系有了进展 之后他给叶子发了一条信息 内容是他第一次相信 世界上有小狐狸存在 他就是叶子 就在他回味着跟叶子的关系时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喂 忙什么呢 爸爸 对不起 你打坐电话了 我的头啊 小玉 有事吗 小玉想让海涛去钻石人间玩一回 很明显小玉也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但是海涛拒绝了 第二天海涛一下班就直备医院 当他来到病房的时候 护士正在收拾床铺 叶子已经出院了 当他打叶子的手机时 却发现他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叶子突然的消失 让海涛百思不得其解 他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 他这么对他 出院的时候居然一声招呼都没有 他感觉叶子没拿他当盘菜 晚上他静止开车来到了叶子家楼下 看见窗户的灯是灭着的 他直接上楼敲门 但是没有回应 他打了个电话给小玉 但是电话也是没人接 于是他直接来到了钻石人间 在舞池里他也没有看见叶子的身影 他在包厢的走廊上来回晃 希望缘分能让他们遇见 叶子他是没看见 却看见了他的闺蜜雪儿 雪儿虽然也在钻石人间上班 但是他不配酒 只卖雪茄 看见他正在忙 李海涛选择在边上等 而这个客人的眼神全程都在盯着雪儿看 很显然他对雪儿的兴趣比雪茄浓 在雪儿服务完之后 这个男人想请雪儿坐一会 但是雪儿说他们这里有规定 男人为自己的唐图塞给了他小费 看见雪儿终于忙完了 海涛急忙上去问叶子出院去哪了 你这么关心叶子啊 但是雪儿并不知道 就连他出院也是小玉说的 海涛说他打了小玉的电话 但是没有人接 雪儿说他出去跟客人宵夜了 见状海涛只能作罢 回到家他发了的信息给叶子 希望他能联系自己 他没等来叶子的电话 却等来了小玉的电话 喂 叶总 叶 你个头啊 又把我给忘了 你谁啊 我是小玉 怎么又是你啊 明明是你先打电话的吗 我刚看到 找什么事啊这个 没什么事 我听说叶子出院了 想问问你 他去哪儿 我把你去哪儿 海涛 我有空请你吃饭行吗 我看着 你会擦过头 得知叶子在一亭镇 海涛直接跑到了一亭开的发廊里 说找他们的老板 但是老板来了却是个男的 这时候刚好一亭也回店里了 不是我找一亭 海涛 你怎么来了 哎 这是我男朋友高产 这是李海涛 哦 你就叫李海涛 听说话听说话 我是这儿的 男人应该主外嘛 所以这个电影他来打 不是不是 这亿亭呢都管得叫大姐 我呢主要在这儿给他跑跑腿 海涛在这里洗了个头 亿亭知道他是来找叶子的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 可能他觉得没必要吧 我瞎猜了 瞎猜怎么搞 那为什么要 自己问他 接通电话之后 海涛说他去医院找了叶子的事 叶子说自己没什么事就出院了 于是海涛想请他吃饭 顺便叫上高产和亿亭 但是叶子却说他要和亿亭 去新加坡散散心 海涛想要去送他 但是叶子却让亿亭接电话 喂 亲爱的 你小时候都不错 简直对你光顺未至 海涛不知道叶子为什么躲着自己 当他问亿亭这个问题的时候 亿亭则说他自己刚才怎么不问 随后就下楼了 叶子对他疏远的客气 和亿亭对他脚狭的热情 让海涛猜不透他的心思 而叶子一走就是一个星期 期间更是一个电话都没有 这让李海涛第一次对自己开始不自信 在这场感情的游戏里 他远远不是叶子的对手 这天他又来到钻石人间 因为今天是他好兄弟的女朋友过生日 期间张伯祥给他介绍个女朋友 但是海涛现在满脑海都是叶子 他很想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兄弟 但是他说不出口 因为他一说出来一定会招来他兄弟们的嘲笑 他居然会喜欢上一个夜长女 心情郁闷的他只能不停地喝酒 不大一回他就已经喝多了 当他在洗手间洗脸的时候 恰好遇见了小玉 小玉一看见他这样就知道他喝多了 他问海涛自己的手指是几 海涛刚说完二人就自己倒下了 小玉让保安把他架上了出租车 扔着吧 给你他 向他扔着酒鬼罪犯人了 说啥呢 你那公司可是人家喝酒喝出来的 小玉将海涛送到了他家楼下 但是海涛喝得烂醉 连战都站不起来 小玉从他口袋里摸出了钱包 出租车司机将海涛背回了他家 正是这一次的醉酒 让海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男人早上一睁眼 发现自己喜欢女孩的闺蜜 正睡在自己边上 这时候床边的电话响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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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我家呢 喂 我放上道表了 你跟刘总说我马上就到了 海涛从没有迟过到 这是他第一次 他着急去上班 但是他怎么叫小玉都没有反应 着急的他直接掀了被子 看见小玉的样子 他又把被子盖上了 等他刷好牙洗好脸 却发现小玉还在被窝里 我说你怎么排不起来 你竟然怎么这样 你昨天醉得跟死猪似的 把你弄回家伺候了一夜 天亮了才喝眼 你一点都不感激 我要哄我走 太没良心了 你把那被子盖上去吗 睡都睡了 还怕看 可玉 我跟你可没怎么着啊 你可别乱看来叫 海涛的公司 已经打来了两个电话 但是小玉就是不起来 没办法的海涛只能自己先去上班 他走到一半发现自己的车要是没带 但是当他进屋的时候 小玉让他别找了 他的车还在钻石人间 见状他便准备打车去上班 海涛本身就不喜欢小玉 加上他现在这样让海涛很是反感 当他赶到公司的时候 老板已经带人去客户那里了 他想现在赶过去 秘书却说老板交代过不用了 接着他就接到了张伯的电话 原来他昨天突然消失不见 张伯打电话问他在哪儿 但是海涛已经喝得人是不行了 电话是小玉接的 他张口就说自己是海涛的女朋友 海涛埋怨张伯放任自己离开 现在小玉缠上他了 张伯建议他给点钱把事了 我跟他没怎么着 我凭什么给钱 没怎么着 你们在这儿 挂了电话之后的海涛越想越起 于是他打电话质问小玉 为什么说是自己的女朋友 小玉的一番话反而把李海涛叶得哑口无言 整个上午他整个人都在焦虑和自责之中 这个时候他脑海里想的居然还是叶子 他非常想给叶子打电话 但是他不知道电话接通之后该说什么 他来到助理的办公室 说自己有事要出去一趟 他先是来到钻石人间取回了自己的车 在车上他再次拨通了张伯的电话 你刚才说给的钱给的多少啊 你钱够不够 海涛到底还是取了三千块钱 他就当是为自己的失误付出代价 他更想着是为这件事做个了断 他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到他和叶子 回来之后小玉果然还没有走 并且将他加整了一团糟 屋里也全是烟 身上还穿着他的衣服 小玉说自己动的手脚冰凉都不敢乱翻他的东西 他让海涛摸自己的手 但是海涛没有搭理他 见状他就要脱掉衣服还给海涛 这给海涛吓得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干嘛 受不了了 他找了一件厚衣服让小玉换上 犹豫了一会 他觉得这件事不能再拖 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解决的 他先是谢谢小玉昨天晚上送自己回来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准备的三千块 小玉看着信封没有说话 这是我有点心意 我这一件谢谢 多少 三千 还挺知道行情的嘛 把钱收下来吧 我不要了 小玉 我从来不欠别人 只是我做人的原则 我做人也有原则 如果我是为了挣钱 我会在你清醒的时候就跟你说明白 我不是这意思 你别误会 你什么意思我清清楚楚 可以看出来小玉应该是真的喜欢上海涛了 否则他不会不要这个钱 海涛这时候意识到这样可能对一个女孩不够尊重 他给小玉道了个歉 小玉则让他请自己吃饭 见状海涛便要带他出去吃 但是小玉却想在他家做饭 我不会做饭 我会啊 我十岁就会做饭了 家里原来酱醋一个不全 那还不简单买呗 反正这些东西天天都要用 你不用管我帮你 别别 咱这样 我呢 请你吃西餐 很明显海涛不想让小玉再待在他家 他带小玉来到一家西餐厅 小玉则问他是不是经常带女朋友来着 我没女儿 那你钱包里面你还是谁啊 你烦我东西 谁烦你东西啊 你昨天醉得跟死猪似的 我让出租车司机把你背上去的 人家白背啊 难道背你上楼前还我花 原来钱包里的照片是海涛的前女友 说到女朋友 海涛便想向小玉打听叶子的消息 我告诉你 喜欢叶子的人多了 随便一个都比你不见 你没戏 别自造苦吃了 你根本就咬不起他 我看叶子不像你说那种人 你认识他才几天啊 实话告诉你吧 叶子倒生着呢 你反过来想呀 如果不是为了钱做这行干嘛呀 做我们这行的将来就两条 要么像一婷一样赚过钱开个法廊 养个小白脸 花钱买爱情呗 其实那根本就不是爱 一婷自己觉得特别幸福 我就不信高川真爱了 要么你就找个有钱人被他包起来 没别的选择 否则这几天不是白混了 小玉的话深深地刺激这里海涛 她以为叶子回避她是因为钱 想到叶子工作的特殊性 她愈发肯定叶子对自己避而不见 是因为自己没钱 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看着海涛出神的样子 小玉敲响了酒杯 服务员来了之后 海涛就顺理成章地把账给结了 当她将小玉送到小区楼下的时候 小玉主动邀请她上去做作 以后给你按摩 然后洗个热水澡 保证余那一点不能收 谢谢 我现在头已经不同了 海涛晚上夜不能寐 这个晚上她想了很多 虽然她是真的喜欢叶子 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决定将这个名字放在心里 就在她准备睡觉的时候 发现了床上的头发 她知道那是小玉的 她嫌弃地将被套整套全部拆了下来 很快李海涛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 这才是她正常的生活 她开完会回来说刚才有人找她 她按照桌子上留的号码拨了过去 却发现对面的人是小玉 小玉来公司找过她 这让李海涛心生厌烦 而且小玉还没有走 现在就在她公司楼下 她约海涛中午吃饭 如果她不来的话 小玉就会上楼找她 为了避免小玉被公司的其他人看见 海涛只能选择下楼见她 吃饭的时候海涛让她以后 没事不要来公司找自己 这样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找她很想来的 我问你 我问你 想起摸是吗 行 我以后不去公司找你 直接去你家 要不你来我家 小玉还想约海涛晚上去看电影 但是海涛对她根本就没兴趣 海涛走后 小玉拿起镜子 开始打量起自己的发型 晚上下班公司的人 都陆陆续续地走了 海涛却选择在公司加班 因为她真害怕下班一回去 小玉在她家门口等她 她不想跟这个女人 有一点点的瓜葛 她一直等到晚上八点 按道理来说 小玉应该是去钻石人间上班了 但是李海涛低估了她的内心 她一回家 小玉正坐在楼梯间等她回来 海涛只能借口她这段时间工作很忙 需要准备资料 小玉则说她家有蝶片 她可以自己看 你不会又要住个家吧 我从六点等到现在都快过晕了 你起码牵我进去喝杯水吧 出于礼貌 海涛只能将她让进了屋子 小玉一进门准备做饭 她发现海涛的冰箱没有什么食材 于是就说她明天去超市买一点 看着架势她是准备明天还要来 没办法的海涛只能来到卫生间 打了个电话给张朵 让她打她家坐机 说她家有事让她回去一趟 海涛一出来电话就想了起来 她赶忙去接电话 喂 话是您啊 咱爸要是这样子 没有一段时间的 就要先把她给卖了 还冒险 是吗 张伯伯回来了 要是再服务了她 刚才我去跟她说 那好 你跟张伯伯说 我现在马上回家 海涛 别怠惯了 海涛借口她爸的朋友回来了 她要回家一趟 那你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我今天晚上不回来 明天周末 就给他们到处转转 然后在家住几天 真的假的 真的 除非 小玉知道这是海涛为了躲避自己的借口 海涛也决定趁这个机会跟她把话说清楚 你当我是好朋友呢 我很高兴 但是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我不想改变什么 我没有要你改变什么吧 也没给你提任何要求 但是你把我的生活都给我搅乱了 哦 你喝醉酒也怨我吗 我好心好意把你从钻石人间送回家也送错了吗 你不过请我吃一顿饭还那么不情愿 没吃完饭匆匆忙忙就把账给急了 我脚乱你什么了 我不是指内容乱 是我心里 小玉直接抱住了海涛 但是海涛挣脱了开来 小玉觉得她嫌弃自己是个陪酒女 她想说如果海涛在乎这个 她可以不做了 只是她的在乎刚说出口 海涛就说她不在乎 小玉气愤地扭头就走 而她的离开让离海涛心里产生内疚的感觉 因为不管怎么样 她知道这个女孩是真心喜欢自己 而海涛为了躲避小玉 周末的时候她选择在张博家打了一天的牌 这人家都是说呀 赌坎哥一时乱功 我看你这两步啊 一边美女拼命追 一边打把人哥们钱 就在众人调侃海涛的时候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叶子 她准备从澳门回来 想让海涛去码头接她一下 这个时候刚好她点了张博的炮 她直接把钱全扔下就走了 这一个电话让海涛的魂差点都丢了 来到码头接到了人 高禅和一亭两人拾去的先行离开 把时间让给了这对俊男亮眼 面对叶子海涛对她的态度跟小玉对比起来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怎么想起 让我接你来了 想让你接了呗 你走这些天 我每天都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可你一个电话你没打呀 没干 这种甜蜜而又怦然心动的感觉 充斥着海涛的每一个细胞 她第一次走进了叶子的家 而这次出国叶子还为她带回了礼物 本来海涛还以为是个T恤刀 拆开盒子一看 居然是一块浪青手表 怎么样 试试我的眼光如何 七八千呢 不贵东西不能要 不贵 又不是劳力士僵尸单顿 再说香港不用交税 比这边便宜一半呢 来 给你戴上 眼看美人在侧 叶子身上散发的气味 让人意乱清理 这一刻海涛有着一轻方泽的冲动 但是他不敢 戴完表之后 叶子说自己要收拾家里 他让海涛先回去 海涛说给他接风 他也只说等他电话 接着他就打开门 送客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而海涛带着那块表一直没有摘 本来今天叶子约海涛吃饭 海涛高高兴兴地来赴约 等他打开房门 才发现叶子的闺蜜团已经在了 这让海涛顿时有一点不自在 听见还差小玉李海涛的心理就咯噔了一下 而小玉出现却变成了一头直发 众人还以为他又换男朋友了 哪知道他说是因为李海涛 而海涛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的 小玉不光说了给他送衣服的事 还准备说他送海涛回家的事 海涛急忙打断了他说自己去买包烟 叶子的脸色已经难看了起来 而小玉的一番话让海涛如座针毡 他没想到小玉居然这么口无遮拦 又或者他根本就是故意的 而这些夜长的女孩个个都冰雪聪明 海涛怕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加上叶子刚刚的眼神 这种感觉让他如梗在喉 他知道只要小玉在这里 事情就会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他决定先行离开 之后再跟叶子单独解释 当他出来的时候却看见一婷在门口等着了 我就猜到你在这 问你电话 什么话 你到底喜欢叶子还是喜欢小玉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叶子 我也希望不用问就清清楚楚 可是 小玉在说什么 没什么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我了解小玉 她沾沾过 叶子师傅上我戒了 你的烟呢 奶奶 赶快回去吧 给大家多心 一婷 我家里有点急事 我先告诉她了 你跟叶子咋个招 你真把大家当傻了呀 你现在这么走不就等于心里有鬼了 反而不好 这事也就我和叶子比较敏感 别人都没注意 不过小玉都不知道 真的 就放松一点 快点回去 一婷的一番话让海涛无法逃避 她只能硬着头皮回到包间 仿佛在这里尴尬的只有她自己 这群小姐妹依然还是有说有笑 就连叶子也是 但是海涛的心里隐隐感到不安 一婷想为海涛创造机会 故意问小玉以前的模特男朋友 几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理想 而小玉以前的理想是开一个钻石院间 这话很明显是在说给海涛听 但是海涛只能假装没有听见 叶子的这番话似乎也是若有所指 海涛只能在边上默不作声 这个时候他多说一句话可能都是疯 散场之后所有人都上了一庭的车 他们就像约好了似的 海涛感觉自己如芒在北 他守在叶子家门口 看见一庭送他回来之后 他立刻将车开到叶子家楼下 然后打起了他的电话 从底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家的阳台 叶子没有接 不死心的海涛只能再打一遍 电话接通之后叶子却说自己已经睡了 从饭馆出来我就在你家楼下等你 等你两个小时 你现在刚进门还不到一分钟 电话那头传来的只有无尽的沉默 海涛希望叶子能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 他也希望叶子能给自己一点时间 他会处理好这件事 电话那头的嘟嘟声让海涛的心也跟着露了一排 看见叶子家的灯火熄灭 海涛直接冲上了楼 在他疯狂的敲门声中 叶子打开了门 为什么不听我解释 很简单的事情只要几句话就会说清楚 你为什么连听都不敢听 我早就明白了 小一说你名字的时候我就清清楚楚 她喜欢你 你嫌她头发不好看 她马上就可以去拉直 女人只有真心喜欢一个男人才会这样 对她随便一个小小的要求 都会言听计从唯恐不起 我们这些女孩喜欢一个人不容 真的 叶子不想因为海涛而破坏了她和小玉之间的友谊 还有就是因为她职业的特殊性 她缺乏安全感 她害怕海涛终有一天会和别的男人一样 得到了就不再珍惜 而海涛知道叶子的心理应该是有自己的 否则不会送她手表 你拒绝我一定是因为小玉说的那些话 她到底跟你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并没有跟我 小玉喜欢你 我就不想再讲这段回事 她是我姐妹 你挺好的 我不会对任何人都这么感情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会珍惜我 你现在只不过是被我迷住 时间长了你就会嫌弃我 想办法抛弃我不是吗 你何必这么说自己 你没试过你怎么知道 我太清楚你男人是怎么回事 都一样 什么都不用说了 叶子下了逐颗令 海涛即使再不甘心也只能先离开 在车上她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她希望海涛能和小玉好 心里越想越不对劲的海涛直接来到了钻石人间 她打了小玉的电话但是没人接 接着她就来到上次遇见雪儿的地方 雪儿这次卖雪茄的客人还是上次那个 这次的海涛没有等 直接上去打断了雪儿跟客人的聊天 得知海涛是来找小玉的 雪儿便帮她去找人去了 而小玉一见到她就揽上了她的肩膀 海涛想跟她找个安静的地方聊一聊 我这马上就发小费了 你瞧你来的时候 小费多了我给你 现在怎么兴急起来了 算了我不要了 走 两人来到一处敬巴 海涛问她到底跟叶子说了什么 听见这话小玉就不开心了 于是故意掉海涛的胃口 她说自己和叶子说的话多了 你到底和她说什么了 实话实说呗 怎么了 怕什么呀 她们早晚都得知道 瞒不住 你这实话是怎么说的 海涛一再确认 但是小玉说她就是这么说的 我是很认真的问你 我也是认真的 你喝醉了 我把你送回家 在你家住了一宿 不管什么情况 他们都会认为你更有事 真的 海涛希望小玉跟自己一起去找叶子 将这件事解释清楚 听到这里小玉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我凭什么要跟叶子解释 她又不是我妈 我跟谁好 没必要她来插手吧 可问题是我根本就没有和你好 小玉 有些事情你我都心照不学 你很公明 我的意思应该明白 我还真不明白 小玉 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明白 你也别太过分 小玉只问了一句 海涛是不是喜欢叶子 在得到试的答复后 她的情绪更加激动 小玉不理解叶子到底哪点好 她们同样都是钻石人间的小姐 为什么每个男人见了她都跟丢了魂事的 看见她这样情绪激动 海涛想终止这次聊天 怎么就不能说了 你是我什么人啊 你叫我不说我就不说了 你算个屁啊你 小玉 小玉 我告诉你 她根本就没拿你当回事 你的爱情在叶子眼里 整个就是一堆屎 狗屎 那你够了没有 你冲我好 你敢冲我好 你海涛我告诉你 我还真没说完 你知道叶子她有多烂吗 你知道吗 海涛直接从钱包里掏钱 拍在桌子上就走了 但是小玉却不依不饶地 一直跟在她后面 这就受不了了 这就急了 我告诉你 还有呢 说出来下 你现在上我床的男一龙 给我跑 你带胡说八道 干嘛 干嘛 还想打我是吧 我告诉你 李海涛 你说我没提醒你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我已经够后悔了 我最后悔 就是不应该认识你 行李海涛 你这种觉情是吧 我告诉你 你个意思 竟有钱要还 海涛的绝情让小玉抓狂 而小玉的一番话 也让海涛的心情 恶劣到了极力 这件事没有按照 他理想的方向发展 也让他有些精疲力尽 第二天他害怕 叶子不接自己的电话 所以来到公用电话亭 打了个电话给他 但是叶子的态度 依然坚决 梅哲的海涛 只能来找一婷 想想办法 而一婷一语重点 不管因为什么 小玉跟叶子是朋友 只要小玉喜欢 叶子就不可能跟你好 可我喜欢的是叶子 不是小玉 我们这种女孩 对爱情根本没有信心 你懂吗 海涛还从一婷的口中 得知叶子 其实也喜欢她 之所以连出院都不告诉她 就是害怕自己 会陷进去受到伤害 这句话像是 给海涛打了兴奋剂一样 她决定要努力一下 不然就这样结束 她心有不甘 而她在叶子家楼下 一等就是三天 这天她一回来的时候 就看见小玉 楚楚可怜地 站在她家楼下 看样子她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一幕让海涛于心不忍 而小玉一见到 她眼泪就啪哒啪哒地掉 她是来为上次的事情道歉的 看见这一幕海涛的心软了下来 她让小玉先上车 来到咖啡馆之后 小玉先是为诋毁叶子而道歉 随后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在她很小的时候 她的父亲就有了外遇 之后为了离婚 更是动辄对她打骂 在这样的家庭的生活 让她感到恐怖和绝望 在她十三岁的时候 她爸又开始打他骂 见状她从抽屉里 拿出一把剪刀 直接对着她爸扎了过去 从那天开始 她就变成了不良少女 在她十六岁的时候 有了第一个童居男友 这个男朋友后来 因为盗窃被捕入狱 在老家混不下去的小玉 开始四处漂泊 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深圳 既然巧合下来 到了钻石人间 做我们这行 其实特别的穷 你只看到叶子被打 我也被打过很多次 我的眼睛就差点被打下 根本就没有人真正关心我 直到我看到你对叶子疼 我也好想有个男人疼我 关心我 你别看我走马一听到天 不要遇上真爱她 我把全世界都给她 这样我没有 小玉的经历 让海涛对她有了新的认知 她对小玉以前的态度 感到愧疚 但是她不会因为愧疚 而接受眼前的这个女人 她可以以朋友的身份 去关心去帮助她 但是她不可能和小玉在一起 当她送小玉回去的时候 小玉只是深情地看着她 可以看出来她用情真的很深 她甚至想为了海涛改行 但是海涛不为所动 所以小玉咬下了她的一粒扣子 海涛能感受到她深深的痛苦 只是她也无能为力 而海涛因为近日来发生的事 导致精神状态不是很好 老板还特别叮嘱她要注意休息 这天她依然在叶子家楼下等待 杭博的大雨犹如她此刻的兴起 黄天不复有心人 她终于看见叶子回来了 她当即冒雨冲进了楼道里 而叶子一看见她就想关门 只是没来得及 一见到朝思暮想的人 海涛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就这么直接地亲了上去 渐渐她感到不对 等她一开灯就看见叶子满眼泪痕 她求海涛放过自己 你我都知道这是五年老的事 我们无法在一起 我不是一块美丽 我只是一块被摔了无数次的破石头 我配不上 总有一天你会嫌弃我 甚至害我 如果你是因为没有得到我不甘心 我可以答应 海涛没想到自己在叶子的眼里 居然是这种人 她以为自己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身体 这让海涛觉得自己的情感得到了侮辱 而她下楼的时候叶子就在窗台上看着她 心情激动的海涛一开车 就直接撞到我边上的门单 叶子见状赶往下楼 而这一状也把叶子送给她的手表给撞碎了 这时候的叶子也下楼了 当她看见海涛手上的伤势要带她去医院 但是海涛一把甩开她的手说自己没事 她让叶子删掉自己的信息 然后就关门开车走人 感情里从来都是这样 一个人进一步另一地就会退一步 所以才会来回纠缠不清 海涛的态度让叶子感到心疼 心情糟糕的海涛来到酒吧买醉 她不理解叶子为什么会把她想成这种人 她只能来到酒吧买醉来舒缓自己的心情 在她失去意识的前一刻 她打了个电话给自己的兄弟 让她来接自己回家 回到家后她让张伯帮自己订的闹钟 不然明天上班迟到了 闹钟是订了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她接到电话才想起来 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 她一路风驰电车地往公司打 但是等她到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 因为她来的匆忙 她的报告没有带 我为这个项目花费了多少信心 这么重要的事 我昨天还专门提醒过你 你居然就真的迟到 还忘了带报告 真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起什么 因为海涛的问题 导致这个两千万的订单飞了 她也直接被老板给炒了鱿鱼 很快助理就来找她要公司 给她配的车的车钥匙 就这样海涛失业了 这样从小就顺风顺水地 离海涛感到恍然不安 她在家躺了三天来思考自己的未来 她的爱情以及事业 一股从未感受过的迷茫感油然而生 剩下的时候她开始无所事实 每天就是吃喝玩乐 她想用这样的方式 把叶子这个名字封印在心底 就在她快要忘记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个让她朝思暮想的电话 叶子只是给她报了一个地址 海涛立刻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她在电话里听出来 叶子的声音有点虚弱 下车她叮嘱出租车司机在这里等她 当她赶到的时候 小玉也在这里 一上楼她就看见 叶子正虚弱地躺在床上 小玉提醒她赶紧抱叶子离开 在车上看见心爱女人虚弱的样子 海涛的心里异常难受 将叶子安顿好了之后 她问小玉到底什么情况 叶子的手冰凉冰凉 但是小玉没有说 见状海涛想打120 小玉急忙拦下了她 她真的没病不用去医院 就算去医院也没有用 说不定还有惹一身麻烦 惹什么麻烦 等过两天叶子好了 她会跟你说 上午那个电话是她让我播的 本来是我要打的 但是她会跟你说 凭叶子对你的信任 这时候我说多了说 找我都不合适 她现在吃的太虚弱了 幸福好了 小玉的一番话 打消了海涛要去医院的念头 但是让她对这件事 也更加的好奇起来 她一直跟在小玉后面 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 小玉让她去超市 买点大米跟咸菜 她准备给叶子熬点粥 海涛的心里非常慌乱 这个时候 她也只能按照小玉说的 当她把东西买回来时 眼前这个男人 连叶子喜欢吃什么榨菜都知道 但是却对自己不屑一目 看着海涛紧张叶子的模样 小玉心里不是滋味 而叶子一醒来就看见了海涛 她不由地笑了起来 一如当初在医院看见她一样 而海涛感觉心里堵得慌 她只能眼看着 心爱的女人在痛苦中争大 这一刻她希望和叶子互换 躺在床上的是自己 当海涛给叶子喂碗水之后 小玉说自己要走了 因为她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她叮嘱海涛照顾好叶子 这之后海涛开始了 对叶子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让她觉得非常满足 从小到大没有做过饭的她 开始学起了做饭 只为了她那云山雾罩的爱情 这样的生活让她觉得空前幸福 只是叶子身上发生了什么 这像一团迷雾笼罩着她 怎么了叶子 你别哭啊 海涛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你知道为什么的 在夜场 叶子只见过嘴上承诺的男人 但是像海涛这样 愿意为她付出的她是第一个 而叶子的闺蜜团也前来看望她 海涛在边上想听一点 关于叶子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 但是几个人像是约定好了似的 谁都没有透露出一心半点 这时候厨房传来一股不畏 海涛急忙去厨房查看情况 小鱼也跟着出来了 叶子我们跟饶脚是听的经过 他也说的 他刚醒了 这边来了疑问 这件事好像所有人都知道 只是他们都故意瞒着海涛 这之后他回家洗了个澡 然后去银行取了钱 那个时候还没有移动支付 而海涛因为这么长时间没有上班 他的口袋里也不富裕了 之后他去饭店打包了一堆饭菜 用来招呼叶子的闺蜜团 海涛近日来的行为 也获得了闺蜜团的一致好力 几人聊着就聊到了 一婷和高蝉的身上 于是一婷说起了两人相识的经过 那天一婷正在地上捡骰子 一个男人走过来将骰子一脚踢走了 不知道他是有心还是故意的 这个男人就是高蝉 面对一婷的质问 高蝉直接没有搭理他 于是一婷上前找茬 戒指没了 什么戒指 钻戒 大家都看见了啊 他踢丢的 你赔不赔的 谁也没有想到 高蝉明知道这个女人是在找茬的情况下 第二天居然真的给他买了一枚钻戒 那个时候的高蝉经营着一家房产中介 赶上东风的他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起了恋爱 但是一个月后高蝉神秘失踪 一婷在大街上跟他偶遇 才知道他被朋友给骗了 他已经债台高筑 四处躲避 他说自己不想连累一婷 一婷被他深深感动 之后甘愿将他当成一个小白脸养着 吃饭的时候海涛一直给叶子加财 小玉就一言不发地看着两人 在洗碗的时候海涛又问起雪儿 那个买雪茄的客人 我还有家 那个客人名叫耿植 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理 这家房产公司是家族企业 董事长正是他的妻子 半年前他妻子的初恋男友回国 两人就把这段缘给续上了 耿植知道后愤怒不已 但是他也无可奈何 一旦离开了他老婆 他就一无所有 从那之后 他就没事去钻石人间消磨时光 期间他被雪儿的温柔所吸引 雪儿也不知道他有家事 两人自然而然就干柴烈火了起来 耿植不想欺骗这个善良的女孩 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雪儿知道后就想跟他断绝往来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来找过你 没有 我知道 他是不想欺骗我 才和我叔叔这一项呢 我自己也不清楚 当时为什么那么说 可能你也很喜欢他 所以才会受惠 而他的梦想是去法国学服装设计 麦雪佳也是他为了学费 而不得以为之 不管怎样 他和耿植都没有结果 两年来 雪儿的经历不禁让海涛唏嘘 对的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认识 那么这注定会是一场悲剧 第二天叶子也准备告诉海涛事情的真相 人不会撒谎 也懒得撒谎 如果我说了就一定是真的 要是我不说 就可能会有难言之意 这个五小姐选择告诉海涛自己的难言之意 在这之前他先说了自己的感情经历 叶子在做服务员的时候曾谈过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人谎称自己做生意失败 让叶子为他筹钱 这期间叶子戒遍了身边的朋友 导致后来众叛亲离 更加可恨的是这个男人不光有的家事 还拿着叶子给他的钱去泡妞 叶子发现之后反而遭到这个男人的毒打 一时想不开的他选择服药自打 后来被及时发现抢救了过来 叶子的经历让海涛感到心疼 而他之所以这次会变得这么虚弱 是因为他五天前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 这个人是个台商 55岁 他们都叫他老安迪 他曾经也是钻石人间的客户 但是他不喝酒也不唱歌 就是喜欢跳舞 并且他的小费也非常的大方 所以女孩子们都对他很放心 而这老安迪只有一个爱好 那就是嗑快乐丸 他会没事就约一些人去他的公寓跳舞 之前叶子也来过几次 只是他每次都是吃到嘴里之后就偷偷地吐出来 而这天是老安迪的生日 众人自然是要来点快乐丸住住行 其中一个男人找到了叶子 吃了快乐丸叶子开始上头 他觉得自己很热 这时候有个人递了一杯橙汁给他 没有防备的他就这么喝了下去 这之后他就开始身体不适 胃里翻江倒海 头也越来越晕 接着他就一遍又一遍地跑厕所吐 这时候其中一个人发现他的状态不太多 此时的叶子已经面如白纸 老安迪也发现了他不对劲 众人将他扶到椅子上开始给他冰服 给他喂牛奶 但是他喝什么吐什么 你到底给他吃了多少 没有了 怎么可能 叶子就吃了半颗 你看 剩下都在这里 你说的是真的 大家都在这里 他能吃什么 大家吃了都一样的 很明显有问题的室内被承知 这之后叶子的状态越来越差 小玉想把他送医院 但是这一送到医院这件事势必会暴露 而老安迪等人都是有点身份的人 所以他们不赞成去医院 他们从药房买来氧气为叶子输养 这之后叶子虽然醒了过来 但是身体极为虚弱 依然是吃什么吐什么 等到晚上的时候叶子终于能进食了 这期间只有小玉一个人陪了他两天 叶子醒来之后打通了海涛的电话 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这件事让海涛非常气愤 他让叶子好好想想那杯橙汁到底是谁给的 但是叶子当时已经上头 他实在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 但是他知道那杯橙汁里至少放了三颗药 或者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叶子让海涛不要再去想这些事了 他在窗户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叶玲珑 这算是他第一次正式介绍自己 海涛的话被敲门声打断 而来人正是小玉 他看见叶子终于恢复 他让海涛先回去休息 接下来他来照顾叶子 接着他就把海涛给推出门了 出来之后海涛心里有个念头越来越强烈 他的直觉告诉他 给叶子橙汁的人不是别人 应该就是小玉 女人还以为自己的男神约自己出来玩 但是如果他能看透墨镜的话 海涛此时的眼神一定是杀气腾腾 这一句话让小玉有点莫名其妙 小玉收起了玩世不恭的笑容 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会把这件事联想到自己身上 他怀疑这件事是叶子说的 但是海涛却说是他自己猜的 眼看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小玉才不再那么提心吊胆 你怎么知道叶子是因为喝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橙汁就出了事 你怎么就知道他没得到有个别人啊 凭什么就把罪魁祸首赖到我小玉的头上 凭直觉 直个屁 男人他没有直觉 你嘴过放干净了 这套我见多了 你当叶子就什么干净人了 你凭那红口白牙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得罪的人多了我告诉你 自作自少 我忍耐可是有限的 我不允许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污蔑他 海涛越是维护 他就越是不服气 他说当时是他寸步不离地照顾了叶子两天 如果他想对叶子不利完全可以那个时候下手 海涛却说他可能是后来良心发现了 小玉让他去告诉叶子 看看他相不相信 你别以为叶子善良 你就可以拿他当傻瓜 这个事情虽然现在无功法正 早晚有水落石出的一片 咱们大家凭良心 但是我告诉你 一句话挺好的 离我和叶子远点 说完这句话海涛就带着怒气离开了 小玉却突然冲过去从背后抱住了他 他喜欢海涛已经磨争了 在他的概念里甚至觉得海涛已经是他的男朋友了 其他人的出现都是在破坏他们 但是海涛现在对这个女人只有厌恶 他头也不回的就这么走了 小玉再一次抓狂 其实海涛并不确定是不是小玉 只是他害怕叶子会再受到伤害 而叶子好了之后 一亭就把他接过去住了几天 这几天对海涛来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 每次他发信息给叶子的时候 他的回复总是不咸不淡的 这让海涛有点憋不住了 于是就给一亭打了个电话 一亭和气聪明 当即就邀请他去自己家 顺便晚上吃个饭 当海涛来到他给自己的地址时 才发现原来一亭家住的是别墅 这一套别墅的贷款刚好和他的发廊收入持平 好在他还有一点老板 在聊天中得知高产即将前往新加坡 考察一个玉石的生意 海涛害怕他上当受骗 但是一听说那个人已经开了三十多家店了 人还是很靠谱的 就这短短的聊天时间 叶子已经糊了两把牌了 吃过饭后叶子顺理成章地跟海涛一起走了 晚上习习的夜风吹出来的都是恋爱的酸臭味 叶子更是主动邀请海涛去他家 海涛先是错愕 随后更是比中了彩票还要开心 让这一切都显得完美 回家之后叶子才发现自己的钥匙忘记带了 海涛提出不幸可以去他家 只见叶子洒然一笑掀开了家门口的脚弹 取出了他家的备用钥匙 可见这时候的他对海涛已经毫无防备了 这个夜晚注定是无眠的 海涛疯狂发泄自己对叶子的爱 这个晚上他们不知道水乳交融了多少次 第二天叶子问海涛自己的照片了 原来海涛在第一次进叶子家时 偷偷地拿走了他的照片 此时他的照片已经在海涛的钱包里了 我不管 海涛取出了自己前女友的照片 当着叶子的面丝的粉碎 看到这里叶子反而露出了愁容 当海涛问他为什么的时候 他只是岔开话题地离开了座位 这让海涛察觉到气氛有一点尴尬 他不知道叶子为什么这么敏感 这一刻他觉得有一股无形的障碍横跟在他们中间 就在这时叶子接到了雪儿的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气不成声 于是两人当即去找雪儿 女孩为了出国留学选择在夜场上班 这期间他一直洁身自豪 只卖雪茄不坐台 好不容易凑够了出国的费用 却得知法国那边突然调高了保证金的金额 价格是两万法郎 等于人民币将近十三万 要知道那个时候是2006年 这无疑是天文数字 而这些已经交了的钱 是雪儿跪在地上一根一根雪茄点来的 本来还剩十天就能拿到签证了 现在一切都变成了泡影 如果他想凑齐这些钱 除非他再卖两年的雪茄 但是他已经耗不起了 雪儿和海涛也是无能为力 只能在边上安慰他 只是这些都无济于事 雪儿准备离开深圳返回老家 众人齐聚一堂准备为他送行 小鱼自然也来了 只是他看向海涛的眼神冰冷 就在众人喝酒的时候 耿直也来到了包厢 这里认识他的只有海涛和小鱼 得知他是雪儿的追求者众人 就让他进来一起玩 听见送行 耿直还以为雪儿的签证已经下来了 这时候叶子说出了保证金的事 有什么不告诉我 有什么要告诉你 你是我什么人 我的事什么让你管 你有什么权利 雪儿的态度让耿直有些尴尬 一挺赶忙出来打圆场 海涛跟叶子都在安慰雪儿 只有小鱼一直给雪儿倒酒 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 仿佛要离开的是他 接着几个女孩一起合唱了一首《你的眼神》 离别的氛围让海涛很是伤感 出来透气的他看见钻石人间依旧热闹非凡 只是这些繁华的背后 不知道埋葬着多少少女的青春 如果海涛不是喜欢上了叶子 他也不会了解到这些小姐的命运 画面一转 这天叶子和海涛来为雪儿送行 耿直也来了 两人虽然彼此爱着对方 但是命运弄人 其实只要雪儿愿意 耿直愿意为她支付去法国的钱 而雪儿觉得如果她接受了 那么她和耿直的关系就不再纯粹 她不想这样 火车缓缓启动 也带走了些许离别的哀愁 叶子让海涛陪自己去海边走走 海涛本来还想倾诉这段时间自己的心事 但是叶子却率先开口了 晚上我去上班了 你呢 是为自己家 还是 叶子 你真不明白我的意思 海涛 可能我很蠢 蠢到连出手可及的幸福都不想去抓 但是我并不是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也知道出手可及的幸福并不等于长远的幸福 我们是在叶总会认识的 我是叶子 我做过钻石人间的小姐 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说到底叶子还是因为自己的职业而自卑 通过雪儿的事更加让她相信 做她们这一行在爱情里没有好结果 所以还不如趁着大家都有美好回忆的时候断开 避免到最后弄得两败俱伤 你也看见我穿的这些衣服 每一件都在三千块钱里上 每一件都是名牌 你养的体会 对不起我不是能要伤害你 叶子想让海涛认清现实 她知道海涛年轻又有学历 她的前程以后一定会一片光明 到时候养她这样养几个都能养得起 这是因为你年轻 所以你才会 你明白我的意思 海涛你对我好 我都记得心里面 但是我不能把你和我的将来作为堵住 不要把时间和机力都浪费在我身上了 不值得 叶子的一番话让海涛心里冰冷 她本来以为叶子已经接受她了 她也一直认为女人是感性动物 她们是有爱才会有心 但是没有想到叶子这么女人的女人 居然会这么理性 她的一盆冷水把海涛从头浇到了脚 其实海涛知道她说的是对的 看见她神上的样子叶子于心不忍 这样吧 你退一步我进一步 你什么时候想我就可以来找我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好吗 平常我们还是好朋友 但是不要互相干涉对方的时候 如果换成别的男人 这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又能抱得美人归还不用负责 但是海涛的心里只有无比的疼痛 很快另一个女人出现在了海涛的生活里 这天她在钻石人间远远地看着叶子 以此来慰藉自己的相思之情 在这里她意外地遇上了耿直 两个情场失忆的男人便聊了起来 在得知海涛失业之后 她便把海涛介绍到了自己朋友的公司 熟人介绍加上海涛本身的履历不错 入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海涛终于有理由可以去找叶子了 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叶子 但是叶子的反应却平平无奇 吃完饭之后她没有给海涛任何的机会 自己就打车走了 很快就到了星期一 海涛正式入职 这之后她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叶子也再没有和她联系过 这天她像往常一样去钻石人间看叶子跳舞 这时候小玉却从背后抱住了她 爸爸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去哪儿了这么久里不打电话给我 美玉 你别这样 喝了多少酒了 这么多人 人多怎么了 我没找四个屁我本来就让人看的 我蹦晚上去我那儿跑了 你别没要没聊好不好 怕什么我单身你也单身又没结婚 又没女朋友的 你怎么知道我没女朋友啊 少来了 有女朋友你还捏的叶子 我女朋友就是叶子满意了吧 你怎么会有女朋友啊 得了吧你 我怎么没听叶子奇奇怪啊 你没见你们俩住一块啊啊 我们是不住一块 可叶子早晚是我女朋友 什么呀宝贝儿 我这都快晕死了 这个你咋不咋笑得了啊 但我永远使得梦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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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这女人怎么这样 你特别要不要脸 海涛的这一吼 边上的吃瓜群众全看了过来 这让小玉非常下不来台 面对这样的境地 小玉直接一口口水吐在了海涛的脸上 这把海涛干懵了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小玉已经走了 他想追上去质问 但是没想到一下子扯掉了他的衣服 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只能逃跑式地离开钻石人间 在车上他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于是他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过了半个小时叶子再次打来电话 小玉失踪了 两人都担心他会不会一世想不开 叶子让海涛去他家找他 那个晚上叶子一直在不停地打电话 到处查找小玉的下落 但是都没有消息 他们来到小玉家敲了十分钟的门 都没有人应声 两人在楼梯口等着 希望小玉会回家 只是一直等到天亮都没有看见人 海涛上班也变得心事重重 他们依然没有小玉的消息 于是两人继续在他家楼下等 这一等就是三天 但是小玉依然了无音讯 这期间海涛心里的愧疚一次比一次汹涌 叶子很想报警 但是他不敢 你看看这些女孩 平时看上去都挺疯狂的 我把我把我把你这样 撒起 是有谁想过我们是生活在地下 我感觉就像老鼠一样 平时看见警察都得躲着 那还敢去报案 海涛 你看到吗 看到我们这些女孩的眼泪 有谁真正关心过我们 有吗 海涛差点就脱口而出 我养你这三个子 但是他害怕说出来就说不回去了 现在的他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 而四天之后就是叶子的23岁生日了 海涛准备了一份价值一万块的礼物 他知道自己是在死撑着这份感情 虽然叶子跟他在一起从没有提过钱 但是海涛害怕他因为钱而离开自己 为了给叶子过这个生日 他把给自己买的保险给退了 他约叶子来到一家高档的西餐厅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礼物 那是一对精美的耳环 女人爱美是天性 叶子自然也不例外 这一刻让海涛觉得这个钱花的真值 古有周幽王烽火系诸侯 经由海涛退保险买耳环 就在这时叶子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小玉打来的 他是来祝叶子生日快乐的 他已经回东北老家了 说是等过完春节再回来 并且说他给叶子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这份礼物确实特殊 特殊到叶子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一个女人喝得醉醺醺地问你为什么的时候 那么他一定是爱上了你 今天本来是叶子的生日 来得除了海涛其他全是女人 可以说是活色生香美不胜收 虽然最后是海涛买的单 但是他却甘之如頤 因为只要叶子愿意 这个单会有大把男人愿意买 叶子一直不停地喝酒 也不知道是为了生日而高兴 还是为了他的爱情而感慨 海涛将他抱回了家 这一晚海涛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 早上一起床他发现叶子站在阳台 看他的样子愁绪万千 叶子 给我一支叶子 原来叶子打算回家过春节 但是什么时候回来他也不知道 他让海涛拿走脚垫下的备用钥匙 海涛想拿点钱给他回家过年 但是被他拒绝了 你知道我们俩在一起跟钱没关系 我不想见你的 也不希望将来想到我的时候 觉得心里不平衡 这是海涛度过最无聊的春节 因为他的心思全在叶子身上 他甚至想要直飞倾倒 但是叶子不同意 海涛的爸妈看他这样子 也知道他是谈恋爱了 海涛啊 你什么时候把人家带到家里来 让妈看看好不好 大家认识人生 还没补吧 有就有了 如果二老知道叶子是钻石人间的小姐 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这么乐观 这个问题让海涛也很是苦恼 身边的朋友都是带着女朋友回家过年的 但是海涛不敢带叶子见他的朋友 毕竟张伯他们也都是钻石人间的常客 过完年后 海涛来到了叶子租的房子里 他将窗帘拉开通气 然后小心翼翼地给阳台的花浇水 在他心心念念的期盼中 叶子终于在正月初九回来了 两人自然少不了要温存一番 就在两人干柴烈火的时候 电话响了起来 打电话来的居然是回了老家的雪儿 她刚回来没有落脚的地方 叶子让她先搬来自己的家 雪儿怎么又回来了 她没说 晚上住我这儿 你也不开心吧 没有 你看上了我不开心 我这不是怕你 原来雪儿回老家之后觉得无事可做 她决定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准备重回钻石人间 海涛 对不起 我就在叶子里凑合几晚 找到房子我立马就搬 没事 一个星期后雪儿搬离了叶子家 海涛想去温存一番 叶子则说自己感冒了 并且小玉晚上约她吃饭 晚上她回家之后 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让她给自己买点感冒药送过去 心爱女人的差遣 海涛哪有不愿意的道理 她来到叶子家时 发现楼道里的灯不亮了 她来到四楼的时候 感觉不对劲 眼看叶子被绑 海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她出了楼道之后 就直奔最近的派出所 快 快 渠岛抢劫 在哪啊 五号楼 几个人 两个 你把东西给我走 快点 海涛将警察带到了叶子家 他手上有着钥匙 在没有动静的情况下 打开了门 警察进门的时候 一名男子从房间里出来 海涛不管不顾的就扑了上去 男人手上有刀 边上的警察见状赶忙上前置约 有惊无险地将两人制服 此时的叶子已经被吓得崩溃了 看见海涛就嚎啕大哭了起来 两人来到警局被分开做笔录 你和叶玲瓏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吃饭认识的 他在什么单位工作 他没有工作单位 没有工作单位 海涛不敢说实话 他害怕给叶子带来麻烦 他录完笔录就出来了 但是叶子却迟迟没有出现 当他看见警察识问叶子 什么时候能走 你别等他了 我们怀疑他是三陪 他不是三陪 他是叶总会跳舞的 光你说有什么用啊 我们还得核实一下 可他是受害人呢 我们知道他是受害人 可是他要是三陪呢 按规定我们要充许劳动教育 然后遣送回冤警 任凭海涛如何辩解 警察也只是让他先回去 而这件事并不是简单的入室抢劫 叶子怎么也不会想到 来绑架自己的人会是闺蜜找来的 而他做的这一切 只因为他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因为海涛出现了及时 叶子才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因为他的职业 曾在公安局内有扫黄打飞的案件 就这样叶子被扣在了公安局 回到房子里看着一片狼藉 海涛的心里心急如焚 他想到张伯的姐夫是警察 所以他打了个电话给张伯 想让他找他姐夫帮忙把叶子给绑出来 海涛将事发经过说了一遍 看着好兄弟这着急的语气 张伯答应帮他问问 海涛在上班开会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 于是他起身来到外面接通了电话 打电话来的正是张伯 不巧的是他姐夫出门办案了 回来最快也得三天 海涛不想让叶子在里面多待一秒 于是他又打了个电话给耿直 耿直在深圳还是有些能量的 他直接请来了一位领导 而耿直从他这个朋友的口中了解到 这件事并不是单纯的入室抢劫 你知道他得罪谁了 不知道 你认不认识齐玉泉 齐玉泉 就是小玉 听到这个名字海涛就已经够惊讶的了 但是耿直这个朋友接下来说的 更是让他惊掉了下巴 这并不是一起入室抢劫案 而是故凶伤人案 主使人就是小玉 那两个人是受小玉的指使来毁叶子脸的 自从上次海涛在酒吧扯掉了他的衣服之后 他便回到了东北老家 在老家他花了八千块找了两个走南闯北的老乡 他让两人去刮花叶子的脸 正月初八小玉就带着两人来到了深圳 他带着人来到叶子家门口踩点 当时的雪儿住在叶子家 所以他们没有轻举妄动 当雪儿搬走之后 小玉打电话说自己刚回来 约叶子晚上吃饭 此时的叶子哪有一点防备 他还为海涛做出的事向小玉道歉 吃完饭之后小玉看着叶子上车离开 他便拨通了两个绑匪的电话 两个绑匪先是破坏了楼道里的灯 然后在六楼等着叶子回来 等叶子准备开门的时候 他们上前掏出了刀子 那天如果不是海涛来得及时 恐怕叶子会人才两尸 就在这个男人伸手去脱叶子裤子的时候 海涛带着警察赶到了 两人被带到派出所之后 很快就招供了 因为是当场抓获 人正物正俱在 他们也想争取个好态度 小玉在当天凌晨被抓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天海涛会去送赶帮药 不然还真就让他得逞了 小玉一被抓进去就吓得什么都说了 那齐鱼雄有没有交代 为什么要伤害叶玲瓶 他在里面交代了 犯罪动机是殷勤深恨 他和叶玲瓶抢了他喜欢的人 所以才提了走心 海涛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件事居然是因自己而起 第二天他在上班的时候就接到了耿直的电话 让他带五千块来派出所熟人 海涛知道之后还特地打电话 找自己的朋友借了辆车 等交完了罚款 叶子就被放了出来 才几日不见 叶子感觉憔悴了许多 这可把海涛给心疼坏了 而恰恰因为这件事情 两人也正式地在一起了 只是在一起的生活并没有海涛想象的那么幸福 为了安抚叶子 海涛带着他来到了宠物市场 准备给他买一条狗来哄他开心 叶子一眼就相中了一条博美 这条狗的价格高达五千块 为了博美人一笑 海涛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而叶子给这条狗取名三五 因为他和海涛是因为一只三五香烟而认识的 海涛也和叶子正式开始了同居生活 只不过这一开始三五就占据了他的位置 他只能睡沙发 画面一转 海涛来还自己朋友的车 在台球时他遇见了张伯 张伯知道自己的兄弟对叶子动了真情 那么多漂亮女孩你干嘛非喜欢叶总会的 说句不好听的 那地方的女人千万别玩真的 海涛我是真心劝你 别跟那丫头再说 那我问你 叶子又不是坐台式被逮着的 他不说警察怎么转的什么 你都知道铁打眼后说他没工作 他自己傻呀 不打自招 他当时太紧张了没反应过来 能反应不过来 你现在是情商太高 智商太低 跟你说句实话 叶子在公安局有记录 半年前扫红的时候就给逮了 他是心虚 怕查出来家中处罚 就算这些你觉着无所谓 咱们往后想 叶子毕竟做过三百 你跟他能有什么结果 他能跟你一辈子 你养得起他们吗 万一哪天他要是不干净 给你戴定绿帽 你说你冤不冤 就算这些你也能忍 一咬牙把他给取 咱们把咱妈收得了 他们不跟你气得才怪 千万别指头 别把钱尖厚厚想清楚 叶子不值得你 这些坎你根本过不去 趁现在还来不及 赶紧 时间越就越 我本认 你要是真不管不顾 一定会被他弄在帮你 倒是 互动了 张伯的一番话让海涛深受刺激 他知道这个兄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叶子虽然决定不做了 但是他做过小姐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接着他就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他谎称几个朋友约他吃饭 其实是他不想回家面对叶子 他需要时间来理清自己的思绪 但是这些事情总是剪不断里还乱 于是他就找到了耿直来意图心中的不快 毕竟两个人都是喜欢上了夜长女孩 久过三巡之后 海涛说出了雪儿已经回来的事 这个女人两年来坚持不做台只卖雪茄 现在却为了钱突破了自己的原则 心情不好的海涛来找耿直诉苦 喝多了之后 他说出了雪儿已经回来的事 耿直当即就拉着他一起来到了卖雪茄的地方 但是这个卖雪茄的女孩并不是雪儿 我们来找雪儿她今天来上班了吗 来了 不过她没有卖雪茄了 现在正在包房里陪客人呢 陪客人 是啊 就是做台呗 雪儿做台 是啊 现在是她的首客吗 她在哪个包房 她在B11 听到这个消息 耿直禁止往包厢的方向冲去 推开包厢的门 她一眼就看见了雪儿 耿直伸手就要拉她离开 但是被包厢的客人拦住 雪儿见状直接离开了包厢 也不知道她是不想让耿直看见这样的自己 还是因为她压根就不想看见耿直 耿直追上她的时候 雪儿却说她没有资格管自己 我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 用不着你管 就算我跟你没关系 我也不能让你去干这种事啊 你是我什么人 你从家有老婆 还不知足 还要三年最欠不少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人家死你这么长时间 我也不遵徒过你吗 耿直你冷静点 耿直 雪儿 先不说耿直 你这么做连我都看不下这 你在我心目里一直是一个最纯洁最有志气的女孩 你在这段时间这么久你都没被诱惑过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做 眼前两个男人的说教让雪儿心烦意乱 她让两人不要管自己的事 然后就撒开脚丫子跑了 耿直追上去一把抓住了她 你想钱想疯了吗 你做的才多少钱 我满意 雪儿 同样是为了钱 别的男人给就可以 但是耿直就不行 这让我有点想不通 耿直也被这一巴掌打得心灰意冷了 海涛不明白雪儿为什么这么做 原来钻石人间找了新人来卖雪价 雪儿现在连生存都是问题 而且她只是单纯地陪客人喝酒 海涛觉得她既然跨出了第一步 那么在大环境的侵蚀下 以后还会陪别的 这海涛是不是有点圣诺啊 走了的耿直去而复返 她不想看雪儿走上一条不归路 雪儿和耿直的问题解决了 她自己的问题才刚刚开始 她回来将这件事告诉了叶子 没想到 海涛突然意识自己说错话 她赶忙解释不是在说叶子 但是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加上叶子本身就对这件事敏感 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 海涛 你真的不会嫌弃我 我真怕看到这样的结果 说不起 他们俩在一块 我们有那么多的灵魂 好不容易再跟我一起 你说不及 我也说不及 海涛真挚地发言赢得了叶子的原谅 雪儿最后还是选择不做小姐 她改做了公主 就是给包间送送饮料的服务员 期间耿直一直想给她钱 但是雪儿不要 这段时间 海涛回来的时候叶子已经准备好了热腾腾的饭菜 这让她觉得生活幸福美满 于是她主动将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上交了 叶子不想要 但是海涛坚持要让她管钱 幸福而平静的日子维持了半个月 这天叶子接到了一个电话 听完电话后的她就忧心冲口 打电话来的是检察院 小玉的案件即将审理 而叶子的意见将会被内入量刑的参考 海涛自然是恨不得小玉能把毛底做穿 但是小玉说到底和叶子有着姐妹情分 叶子不忍将事情做得太绝 两人为这件事闹得不花而散 画面一转 第二天检察院的人约谈了叶子 他劝叶子可以附带提出民事诉讼 而小玉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 他面临的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这个时候的叶子居然想着能不能不告他 但是这件案子已经移交到了检察院 公诉是不能撤销的 因为这件事 海涛第一次生了叶子的气 海涛上班的时候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原来是小玉的代理律师要见叶子 他来的目的非常简单 那就是取得叶子这个当事人的谅解 这样小玉才有可能被从轻复罚 海涛自然不同意 他已经认识到了小玉的歹度 但是叶子不一样 他毕竟是个女人 加上和小玉相处的感情 让他在这件事上显得优柔寡断了些 当律师告诉他 他的正言对小玉量刑有着极大的影响时 海涛一看这个律师想打感情牌 赶忙辩解了起来 但是叶子却拦住了他 很明显叶子还是希望小玉能够从轻处罚 眼看叶子已经动摇 律师说小玉刚发了三天的高烧 因为他原来眼睛受过伤 高烧之后视力严重下降 而小玉的眼睛当初是为了叶子才受的伤 听到这里他不禁担心了起来 这次的谈话虽然无疾而终 但是原谅的种子已经种在了叶子的心头 过了一段时间律师再次约见了两人 因为小玉庭审在即 他还想再争取一下 但是海涛直接打断了他 我理解你的心情 也请你理解一下我的当事 齐宇琼毕竟是出意爱你才这么一名 他将为此受到法律最严厉的长官 他不仅将失去爱情 还将失去自由 失去希望 在牢狱中度过他漫长的青春岁月 这个代价 还不足以平息你心中的愤怒吗 律师的一番话把海涛给掖住了 接着他又说即使叶子愿意让步 小玉依然会面临法律的严惩 看他三连 还是一年 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 而对服刑的人来说 却大不一样 每一天都是度日如年 我不是想令你们的感情 但作为一个男人 对爱过自己的女人至少该有一点怜悯吧 这些话没有打动海涛 但是打动了边上的叶子 并且叶子才是这件事的当事人 他却海涛给小玉一个机会 海涛却直接甩脸子走人了 叶子只能追了上去 他也被拘留过 他知道人待在里面是有多绝望 何况小玉始终是要受到惩罚的 海涛坚决的态度让叶子觉得他太过冷酷 你也太冷酷了吧 我冷酷 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 你早就已经被趋一首鬼的面目全非了 你还会说我冷酷 海涛 今天咱们俩根本说不到你一块 他这件事你就不用你管了 叶子的话伤透了海涛的心 他全心全意地为叶子着想 到头来只得到了这么冰冷的一句话 而这让海涛意识到 小玉即使已经不在他们身边 但是依然是两人之间最大的障碍 面对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海涛只能妥协 半个月后小玉的案子开庭 那张脸在没了往日的神采飞扬 只剩下无尽的憔悴 案件犯罪事实清楚 所以没有任何的悬念 法官在庭上询问他是否有话需要陈述 这个案子是我主持 我认罪 那我不是对李太涛怀恨在心 我从来都没有恨他 哪怕他当众扯掉我的衣服 我也没有恨他 虽然当时我说了那三个字 但那是在气头上 从认识他到现在 我一直都非常非常爱他 那天晚上 我从钻石人间跑出去以后 觉得再也没有连接人 就躲到了教会的一个小旅馆 其实 我心里面特别的好 如果不是我冲动再现 李海涛也不会让我那么难看 他心里面一定也很内疚 所以我在叶子身那天 给他打了个钉 想用这种方法让李海涛值得 我不再怪他 小玉流下的眼泪可能是因为唱歌 也有可能是因为海涛 其实他一直都在等海涛的道歉 但是海涛一直不曾理他 大年三十的时候 小玉孤身一人游荡在街头 他当时甚至想要自打 他也确实自打了 只是没有成功 他在生命流逝的时候将恨意全强夹在了叶子身上 所以他想到了报复 既然海涛爱着那张脸 那他就毁掉他 我改 我爱上一个对我一点情意都没有的男人 李海涛 虽然我是为了你才落到今天这个节目 但是我不恨你 我仍然爱你 还记得我曾经咬到你 趁身上的一颗扣子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那颗扣子 今天贴着你的心 叶子的陈述让海涛动容 他没有想到这个女人爱他爱得这么迟烈和疯狂 也许当初他能给小玉一点安慰 那么今天的事也就不会发生 这一刻他终于在心里原谅了小玉 而小玉被判了一年零六个月 在这件事情彻底结束之后 海涛带着叶子到乡党散心 这个男人之所以被自己的女人这么骂 就因为他是个吃软饭的 他不光吃软饭 还败光了自己女人的所有财产 一共八十万 当他寻短剑的时候 义婷却拦住了他 在两人争执的过程中 高禅一不小心将义婷给甩了出去 接着义婷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在了地上 这一下给高禅吓得不轻 他还以为义婷已经嘎了 还好义婷并没有事 这让高禅松了口气 看着眼前女人的样子 高禅也表现很愧疚 他紧紧抱住了义婷 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 都是因为高禅所说的玉石声音 他在新加坡看着的时候明明都是玉石 但是等运回来之后 却发现全是石头 义婷为此把自己的身家全部拿了出来 他们的别墅 现在每个月的贷款将近要还两万 而那个发廊现在的生意每况一下 赚的钱根本不够还贷款 义婷甚至动了再次杀回钻石人间的念头 不行 我不能再让你为我习惯了 我是卧槽 我来想办法 你想 你要能想办法 这些年你就不会白混 为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他甘愿付出这一切 高禅没有同意他卖房子 他怕一听以后没有地方住 但是等到第二天早上一听起床的时候 却发现高禅不见了 起初他没有在意 直到他看见了墙上高禅留下的字条 字条上的内容是他不想再拖累一听 这么多年的照顾他铭记于心 待他飞黄腾达之日 就是他回来取一听之事 这一下一停真的人才两空了 气得他直跳脚 这期间他找过了高禅所有的朋友 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 现在他已经彻底没了方向 叶子只能想办法安慰他 甚至拿起三五逗他开心 三五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是男的了 看他对你多好 这之后一停和叶子两人给三五洗澡 跟刚才哭得惨兮兮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生活仿佛赋予了这些夜长女孩一种特殊的能力 一边承受伤害 一边享受快乐 叶子找到海涛商量 一停现在的情绪不稳定 叶子想暂时收留他一晚 海涛哪有拒绝的道理 第二天海涛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说是一停非要回家 他怕高长回来了他不知道 叶子不放心 所以想要跟过去 挂了电话之后 女同事来找海涛 让他破解一份加密的文件 于是海涛来到他的工位上帮他看看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女同事对海涛的感觉不一般 闲聊的时候 他甚至说自己在西双板烂完的时候喜不听 这么隐私的话题让海涛吃了一惊 但是他又不方便接话 赶紧弄好之后他就想走 但是萧玲让他喝了自己冲好的咖啡再走 本来海涛以为叶子最多住个几天 但是已经半个月过去了 叶子依然没有要回来的迹象 这期间只有他和三五两个人在家相依为命 他趁着这段时间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工作 因此也在公司大放异彩 获得了领导的青睐 这天公司团建的时候 萧玲主动找到他 想要和他合唱一曲 他看向海涛的眼神都已经拉死了 海涛本想拒绝 但是边上的同事一直在起呼 他们也都知道萧玲这是对海涛有意思 等海涛唱完歌回来已经十二点了 本来他以为叶子不在家 当他来到房间的时候 却发现叶子已经睡着了 这让他的心里有点愧疚 当他给叶子盖被子的时候 这一刻海涛的心里突然难受了起来 他深爱着的女人却深爱着麻将 这一夜他选择了睡沙发 但是他做梦的时候却梦到了萧玲 这不是关键 关键的在梦里他在脱萧玲的衣服 他被这个梦给惊醒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他看见萧玲也是刻意保持距离 因为那个梦让他产生了负罪感 但是萧玲却恍若畏惧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也选择坐在了海涛边上 恰巧这时候海涛的电话响了 他才有机会逃离这尴尬的氛围 打电话来的正是叶子 他约海涛晚上一起吃饭 好巧不巧的是两人吃饭被张伯给看见了 于是张伯就上去打了个招呼 当海涛想要介绍叶子的时候 我给你介绍啊 不用介绍了 钻石人间大名鼎鼎的叶子 我太热了 我听说去穷畔了 一年零几个月来着 嗨 干他们这行啊 逃不了这下场 海涛 别忘了我上次跟你说的话 这人生啊 不能老实苦 张伯是故意让叶子下不来台 好让他能有自知之明 气得叶子直接把杯子重重地磕在了桌子上 他气得倒不是张伯 而是海涛 自己身为他的女朋友 被别人这么说他居然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无所谓啊 我觉得有没有所谓 我也不能在这儿跟他争啊 最后只能是大家越说越难听 谁都受不了 海涛 跟我在一起这种事才刚开始 受不了了是吧 有没做过小姐 你找去啊 去找啊 你这是何必呢 多大点事啊 你冷静那行不行啊 冷静 他指三八卦说得多难听啊 你哼都没哼一声 这你这有算什么样 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海涛觉得叶子是在屋里取闹 而叶子也感觉眼前的男人根本不在乎自己 海涛将剩下的饭菜打包带了回来 说到底他还是担心叶子饿肚子 但是当他回家的时候却发现叶子并不在家 就连三五也被他给带走了 这个举动让海涛很是不爽 他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好好考虑这个女人能不能娶 一直等到十二点叶子还是没有回来 这个时候的海涛开始担心了 就在他准备打电话的时候 叶子回来了 于是他赶忙上去讨好的问三五去哪了 还三五吗 我都不要了 有本事你永远不要跟我说话呀 电话都不跟我打 我这不正要给你打电话你回来了吗 我跟你一样 一口饭都没吃 七八公里的路我自己走回来的 我常常一男人我可能一点气质都没有什么 什么气质啊 想气死我了 叶子虽然还撅着个小嘴 但是心里的火气已经消了大半 接着海涛更是拿起爆炸 然后直愣愣往地上一跪 不错了 天哪 震一下直接把叶子给逗乐了 他告诉海涛他明天准备陪一婷去澳门散心 其实本来他是为了赌气才想着跟一婷去的 但是现在已经答应人家了 即使不气了也不能反悔 当叶子走了之后 海涛莫名其妙地有了轻松的感觉 面对这份感情 他觉得有些累了 这之后他开始全力工作 跟霄灵的接触自然而然又多了起来 这不知不觉就已经加班到深夜 如果不是霄灵提醒 他还不知道现在已经几点了 当海涛觉得耽误了他给他道歉的时候 霄灵特意强调了自己一个人 所以没关系 接着他就要请海涛吃饭 当海涛在等电梯的时候 发现霄灵特地换了一身衣服 可见他对这次吃饭还是很重视的 而霄灵正在准备出国流血 但是签证还没有下来 听到这海涛急忙岔开话题 他当然听得懂话里的意思 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拒绝 毕竟人家没说喜欢自己 直接拒绝感觉会有点唐突 吃饭的时候海涛想要买单 但是霄灵却坚持要A制 这让海涛感觉发现了新大陆 因为跟叶子在一起虽然不是因为钱 但是每次出门肯定都是他买单 而霄灵还想让海涛陪自己看电影 面对刚才的A制 海涛觉得实在过意不去 于是就决定请他看一场电影 而霄灵选择的还是恐怖片 当看到恐怖的镜头时 他一个劲地往海涛身边钻 这一场电影放的到底是啥 我估计海涛也没有看进去 当海涛送他回家的时候 他便邀请海涛上去做作 想到叶子海涛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等他上车的时候就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前面叶子已经打了两个电话 海涛只能撒谎说是加班刚下班 挂了电话之后 他发现了自己的渣男本质 谎话他也是能张口就来的 他安慰自己这时善意的谎言 这个晚上海涛继续梦到了萧灵 只是这次在梦里萧灵没有再拒绝他 海涛醒了之后 将这件事想成了自己空虚太久了 而产生的生理反应 但其实他的内心知道不是 而萧灵知道他有女朋友之后 便开始和他刻意的保持距离 这让他感觉到有些不自然 这天他下班回家的时候 发现叶子已经回来了 两人腻歪了一番之后 叶子拿出了给海涛的礼物 灵灵种种好几样 他解释本来早就应该回来了 但是他们在澳门意外地发现了高产 当时的高产正在陪一个女人逛街 看见的一婷自然是追了上去 高产一看见他就直接扭头就走 这让一婷知道自己受了欺骗 之后他非要在澳门找高产 所以才多待了这么多天 叶子觉得高产太恐怖了 为了骗一婷的钱 居然能深藏不露这么长时间 一婷真的不能跟他提男人 一提就过你 叶子虽然说的是高产 但是海涛却感觉 他是在寒沙摄影的点自己 海涛把自己的工资主动上交 他这么做就是想给叶子更多的安全感 也证明他和高产不一样 就连叶子去银行存钱设置密码的时候 他都特意避开 存完钱后叶子想去看看一婷 打他的电话那边却传来了争吵声 等他们赶到一婷的别墅时 发现他们家门口一团乱麻 家里面更是混乱不堪 原来这个房子里的东西当初全是高产布置的 一婷看见这些东西不免触景生情 越想越愤怒的他直接把家给拆了 在他的心里房子不房子已经无所谓了 而前面电话里的争吵声 是因为一婷开车撞自己家的围栏 被物业给拦了下来 仅仅是因为那个围栏也是高产找人见的 海涛看着满目疮痍的房子让他无限感慨 叶子不放心一婷的精神状态便把他带回了家 但是一婷一来就开始打电话要找杀手做了高产 不仅如此 他无时无刻不再抽烟 这让海涛有点接受不了 察觉到男朋友异常的情绪 叶子便开始安慰起他来 但是这并没有让海涛的心情变好 这之后他开始拖延回家的时间 因为他不想回到那个乌烟瘴气的家 当叶子问起时 海涛也只是说自己在加班 把策划案拿给他 这时候叶子打来电话 说他要是放家里了 他要上来娶一下 见状海涛急忙说自己快忙完了 他刚挂完电话穿好外套 萧林就拿着策划案来了 更巧的是叶子和一婷两人已经上来了 哎呀海涛 在加班呢 海涛虽然没做亏心事并且介绍其两人 但是女人的直觉告诉叶子 眼前的这个女人和海涛应该不止同事关系 萧林见状也时务地先离开了 这同事挺有意思的 哦他挺有意思的 怪不得不让我们上来啊 一听一瞥看见海涛的电脑上是蜘蛛纸牌 这一下加班的谎言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下楼之后他要去一庭的店里做美容 他让海涛先回去 海涛这些日子天天加班工作特别早 走吧 那再回去休息吧 而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埋下来了 这之后海涛只要回来晚了 叶子就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我跟你说啊 自从他见了你那女同事以后 他就是你过去 你如果还不注意那你就找死我 谁知道你谁神经过你吗 你现在我要砍要杀的 烦死我 烦的就是你 不喜欢你回屋下 我跟海涛还有事上吗 先生 我决定啊 故意自身侦探 把高川从地里挖出来 你觉得靠谱 为了躲逼一庭的虚头 每次吃完饭海涛就会带三五出来溜达 这天他接到了张伯的电话 因为叶子的原因 海涛已经很久没和这些好兄弟在一起聚了 本来张伯想尝试着叫他出来喝酒吹牛的 但是海涛知道叶子不喜欢所以就拒绝了 这时候张伯才说他五一要结婚了 他让海涛一定要来参加 等海涛打完电话之后却发现三五不见了 他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 此刻的天气已经乌云密布 很快就下起了大雨 这场雨仿佛预照着海涛即将面对的叶子 等他回来的时候面临的就是叶子的大发雷霆 海涛说自己因为接了一个电话 叶子便怀疑他接的是女人的电话 说话也就变得阴阳怪气起来 这让海涛觉得他是在借题发挥 他拿出自己的手机说电话是张伯打的 因为他知道叶子不喜欢张伯 所以才没有告诉他 他是不是跟你说了好多坏话 你是不是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你是不是后悔跟我在一起了 后悔你可以说呀 他根本就没说你半句坏话 张伯他告诉我他武艺结婚 现在有一大毛朋友在钻身 因为他庆贺 所以他给我打电话 让我跟他一块去热闹热闹 我怕你不高兴 所以我都没敢答应他 叶子龙 从认识你以后我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几乎没有一点自由 我每天只是陪着你 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海涛 你这么说不太没意思了 我要求过你什么吗 我限制过你自由吗 我可以停去澳门那么多天 你还说你没有自由 这一刻的叶子 让海涛觉得自己没法跟他沟通 叶子接下来的话 更是把他逼到了墙角 是不是想走 难道你说呀 没人拦着你 走啊 走啊 怎么你就别再回来 海涛曾经以为他有能力去背负这一切 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的力量实在有限 而这就是两人情感濒临破碎的边缘 意识到自己错了的叶子主动出来找他 并且抱着他跟他道歉 海涛本来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 他们以后的生活将是一片淡 这天他们来参加小云和他老公的婚礼 准确地说这不能叫婚礼 因为他们没有举办婚礼仪式 只是把这些姐妹们叫到他家简单地聚了一下 小云想把钱省下来以后留在有用的地方 吃完饭后 地亭跟雪儿一起走 这一下海涛和叶子总算有了自己的空间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这天海涛上班的时候接到了张伯的婚礼情节 但是叶子却不想参加他的婚礼 而海涛打算的是趁着这次的机会 把叶子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这让叶子非常开心 第二天两人在家准备钱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叶子发现家里没有红纸用来包钱 海涛则说他和张伯兄弟之间不讲究这个 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举办婚礼的酒店 叶子准备把钱放在海涛的口袋 结果却意外地在口袋里发现了电影票 感受到欺骗的叶子直接把钱砸在了海涛的脸上 海涛觉得自己很无辜 这婚礼他是没办法参加了 他把钱交给另一个朋友之后就走了 在路上他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命令他马上收拾东西走人 不论海涛怎么解释 叶子就是不相信 普通朋友 如果你们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为什么不能去喝咖啡喝茶 一定要去看电影吗 是他要去看电影的 他 他谁啊 他说去你就去 他说上床你也不会推辞吧 你想什么呢 你思想怎么这么肮脏 这句话戳中了叶子的痛苦 他说自己不光思想脏 身子也脏 他让海涛不要忘记他们是在哪认识的 海涛说他从没有提过叶子的过去 叶子只是问他那个人是不是消灵 海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他不想欺骗 但是又没法说出口 看见他这个德行 叶子知道自己猜到了 气得他直接用水砸向桌 叶子 你别碰我 叶子的手正在滴血 但是手上的伤痛不抵他心里的万分之一 他只是让海涛走 面对这样的情况 海涛感到非常无助 你太不相信人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跟萧麟什么事都没有 我连她手我都没扑过一下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相信 我只想说一句 那个女孩子我见过 的确比我更适合 与其让你以后再选择她让我痛苦 不如大家现在就放弃 你怎么就那么清楚 凭什么我的人生 我的爱情由你来决定 我已经选择了你 我们大家应该彼此珍惜的 不是吗 什么是不是的 你忘了我们怎么认识她 你忘了我是小姐了 忘了曾经的小玉 你忘了赵波那天是怎么对我的 你都忘了吗 你当时管过吗 还不是因为我做过小姐 你觉得没脸去管 海涛的抓狂和叶子的冷漠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见这个男人不愿意离开 叶子直接捡起了地上的玻璃 一个固执的女人 你真傻 海涛心里纵使万般委屈也不得不离开 他刚出门就听见了叶子在房子里嚎啕大哭 两人的孽缘纠缠则刚刚开始 之后海涛刚回家跟父母一起住 几次三番他都想打电话给叶子 但是他不知道在电话里该怎么解释 于是他便想着给叶子一点时间和空间 也许他会学会珍惜 休完假之后海涛被派到珠海出差 他把这次公干当成一次短途旅行 也可以减轻他对叶子的牵挂 他还在幻想着也许等他回来的时候 叶子已经想通了 而他在珠海这一带就是半个月过去 他没有等到叶子的电话 他的期盼也在等待中被消磨待见 很快珠海之行即将结束 客户们为海涛践行 那一晚他喝到了凌晨两点 等他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的时候 他的留言箱里全是一停的留言 现在已经12点21了 从珠海赶回深圳是不可能了 当他拨打叶子和一停的手机时 两个人的手机都是关机 此刻海涛突然觉得无比的懊恼 他后悔自己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给叶子打电话 他从珠海回来直奔叶子家 他在车上还想着叶子并没有走 可能这只是一停和他 故意演给自己看的 又或者他在上飞机的前一刻 突然回心转意了 他一路飞奔赶到叶子家 却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打不开门了 脚垫下的备用钥匙也已经不见了 这块锁锁上的不止叶子家的门 可能还有叶子的信 海涛想起一停的留言 每一条都在提醒他在晚就没有机会了 但是却没有说他们去新加坡干嘛 海涛开始打电话问叶子的闺蜜 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一停和叶子的电话依然打不通 海涛一个人在楼梯上坐到半夜 心中充满悔恨 当他来到一停的发廊时 却从店员的口中得知一停的发廊已经转让了 没有叶子的消息海涛仿佛被抽走了三魂六魄 上班的时候把公司的方向都弄翻了 当他来到公司时 萧玲说有他的快递 起初海涛并没有在意 但是快递上的寄件人赫然是叶玲萌 打开快递里面却是一本存折 里面是海涛每个月上交的工资 看样子叶子是真的想跟他划清界限 快递里还有一封信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有钱 我因为结局之后往往失去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在刹那件事 也许恋爱真正厌人感 这两样东西提醒着海涛 叶子真的走了 不甘心的海涛再一次来到叶子家 却发现他家门的门是开着的 他激动地闯了进来 却撞倒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这个男人正是房东 叶子已经搬走了 海涛慌忙地询问叶子的下落 但是房东也不知道 整个房子里除了那张他们一起睡过的床单 别的什么都没有剩下 从这之后海涛只能每日在钻石人间借酒消愁 毕竟这里是他和叶子相识最初的地方 这天张伯在这里发现了他 听说叶子跟海涛分手之后 张伯反而替自己的兄弟庆幸 他让海涛跟自己去包房一起玩玩 海涛本来没有心情 张伯却说他不去自己就在这陪着 盛情难却之下海涛来到了包房 身为好兄弟的张伯自然给他安排了小妹 并叮嘱他好好照顾海涛 就是这个小妹的颜值有点一言难尽 他敬海涛酒海涛也不喝 于是他说给海涛看看手下 这个女人的话让海涛想到了叶子 感情这会所上班看守相识集体培训的 话术都一模一样 海涛想的却不是这个 他怀疑小玉有可能知道叶子的下落 毕竟他们曾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男人为了知道自己女朋友的下落 找到了那个亲手被他送进监狱的女人 时隔半年 海涛再次见到小玉 她的心不由自主地激动了一下 此时的小玉已经剪短了头发 看到海涛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没有想到这个男人会来看自己 而海涛看到他只觉得心里充满酸楚 小玉落到今天的下场跟他脱不了关系 当海涛拿起通讯器的时候 小玉露出来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脸 然后他对着玻璃亲了一下 他没有给海涛任何说话的机会 就这么走了 他这样的行为让海涛从骨子里感觉到了 画面一转 小玉主动找了过来 他看海涛最近回家都很晚 他猜测海涛跟叶子应该已经分手了 所以再次主动接近海涛 并且为他准备了生日礼物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了 严格登记本上都有的 生日快乐 小玉发现海涛自从出差回来之后 就变得心虚不明 所以他找这个机会来试探地问他什么情况 海涛急忙说自己什么事也没有 等小玉走后 他直接把礼物塞进了抽屉 这时候小玉突然反身折了回来 对不要我陪你喝杯酒吃 眼前这个女人都记得自己的生日 海涛在想叶子应该不会忘记 在吃饭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虽然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但是他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叶子 为了接这个电话 海涛都没有顾及边上为他准备弹刀的销铃 叶子我求你我求你千万不要挂掉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我每天都在想你 你就不要再惩罚我了好吗 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哪 叶子你说话呀 你跟我说句话呀 任凭海涛如何诉说自己的相思之情 电话那头始终没有回应 最后传来的是电话挂断的嘟嘟声 他的一切萧灵都看在眼里 这个生日也让海涛记忆犹新 在他生命岁月翻开新篇章的时候 他失去了自己的今生之爱 这之后海涛开始全力工作 经常在珠海深圳两地往来 而萧灵也以工作的名义 经常出现在珠海 海涛自然知道他的意思 以前他不好意思明说 本来他想说自己对他没意思 但是海涛话还没有说完 萧灵就打断了他 他知道海涛不喜欢自己 而他的签证也已经下来了 这意味着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出国了 他也是想趁着这次出差的机会 找海涛谈一谈 如果他走了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从第一眼看见海涛开始就喜欢上了他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海涛有女朋友 所以才会那么主动 但是看见叶子之后 萧灵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他想在走之前让海涛陪自己逛逛珠海 一个女孩子话已经讲到了这个地步 如果再拒绝就会显得不近人情 两人来到海滩的时候 萧灵问了他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海涛的电话响起 打电话给他的是雪儿 他告诉海涛一听回来 叶子还在新加坡 这让海涛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以为叶子出事了 但是雪儿却让他自己去问一听 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挂了电话之后 他就打了个电话给一听 一听是海涛 一听就质问他当初上飞机的时候 为什么不接电话 海涛解释自己那天喝多了 本来海涛明天返回深圳 但是一听说自己明天就要走了 海涛直接马不停蹄地赶回了深圳 听到一听说的话之后 他傻眼了 叶子结婚 你问什么 叶子结婚了 有可能 叶子为什么就不能结婚 那么多天了 你连个电话都没有 就算没有感情了 他的胳膊伤伤那样 你也该问一下吧 从一听的口中海涛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和叶子结婚的人名叫艾瑞克 新加坡的珠宝商 52岁 他第一眼看见叶子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 为了接近叶子 他才会答应高产带他做审理 玉石确实运到了深圳 但是高产导手给卖了 然后将钱全部吞了 所以一听才想杀之而后快 当时海涛在珠海出差 艾瑞克来到深圳的连锁店视察 他还提出只要叶子愿意 他可以将那家珠宝店的股份全部转给叶子 他让叶子有什么要求可以随便提 艾瑞克为了叶子选择在深圳多待三天 如果可以他让叶子先跟自己去新加坡 到时候感觉不好随时可以回来 叶子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 回来之后他打电话约一婷见面 当一婷听说他要和艾瑞克结婚的时候吃了一惊 而叶子做这个决定就是要让海涛和他自己都死心 在他见过萧林之后 他始终感觉最后海涛会和他分开而选择萧林 既然早晚都要面对这个结果 还不如由自己来快刀斩乱马 女人嘛 做得好不如嫁得好 爱情有什么用 只会让人心碎 可是你不觉得这么决定太草率了吗 这是一辈子的事 你不会后悔 叶子觉得嫁给艾瑞克挺好的 最起码他可以拥有无数女人想要拥有的荣华富贵 只是这话到底唯不唯心 只有他自己知道 画面一转 叶子在家收拾好了东西 艾瑞克也上门来接他来了 真到了这一刻 叶子的心里还是放不下海涛 他让艾瑞克再给自己几天的时间 艾瑞克又给了叶子三天的时间 其实叶子是在等海涛的电话 只是他没有等到 在机场的时候他说自己护照没带 一婷却在他的包里把叶子的护照给拿了出来 这其实只是叶子想留下来的借口 现在退路也被一婷给弄没了 来了新加坡之后 叶子出入全是大牢接送 他只要多看哪个首饰页 艾瑞克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一下 不过这块玉真白 这让一婷羡慕得不要不要的 叶子内心非常的矛盾 所以在海涛生日的那天给他把了电话 但是却在电话里听到了萧玲的声音 这一下让他彻底死了心 第二天他就和艾瑞克结婚了 叶子也终于举办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船上婚礼 只是新郎不是曾经的那个人 一听说叶子本身就很敏感 海涛又给不了他想要的安全感 所以他们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只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太晚了 怪就怪他们有缘无分 听到这个消息的海涛感觉自己的心已经快要死了 那是一种麻木但钻心的疼痛 仿佛下一刻他就要灵魂出窍 第二天到了上班的时间海涛却没有起床 他妈妈来到房间一看才发现他发烧了 这一烧就是三天 他一直不吃不喝 这天他们家的门铃响了 海涛妈妈一打开门就看见了萧玲 海涛妈妈还以为这就是自己儿子牵肠挂肚的那个女人 当萧玲来到房间的时候 只看见海涛满脸憔悴 海涛妈妈想让这个女孩好好安慰安慰自己的儿子 转身就出去了 而萧玲看见海涛现在的样子 直接着急地哭了出来 他猜到海涛跟叶子分手应该是失垂了 但海涛对这个话题却避而不谈 萧玲也知道他们分手绝大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 因为他那天读懂了叶子的眼神 看见他自责的声泪俱响 海涛便起身去给他拿毛巾 当他来到卫生间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人不忍鬼不鬼的样子 他再回到公司忽然有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 因为再也没有人等他下班了 情场失忆那事业就会得意 因为海涛为珠海市场拓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已经成了销售部的副经理 并且公司还给他配了一辆车 升职自然就要请客 当海涛在推背换展的时候 萧玲就在角落里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海涛出来透气的时候 他也跟了出来 他劝海涛少喝点酒 并且他说自己已经买好了机票 海涛只能说他走的时候自己去送 接下来萧玲提了一个要求 他让海涛陪他去爬一次山 面对这个一直默默爱着自己的女人 海涛没有拒绝 第二天他来接上了萧玲 两人开始爬山 因为海涛是个菜鸟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了 但是萧玲却脸部红心不挑 费了老半天的劲 两人终于爬上了山顶 站在山顶的海涛心情也好多了 两人也吹的时候 海涛发现萧玲带着吃的都是自己精心准备的 一眨眼就到了晚上 海涛 我出国以后 你会不会想起 喂 我有点冷 你能抱抱我吗 海涛有点抗拒 萧玲直接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海涛只能听之认知 接下来的萧玲更是大胆地亲在海涛的脸上 控制不住的海涛开始了激烈的回应 这个晚上两个人在帐篷里大战了三百回合 海涛也失去了对叶子思念的资格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却发现萧玲不见了 他拉开帐篷看见萧玲正在对着十项起伏 这个画面让他有些感动 他突然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默默爱着他的女孩 他想上去和萧玲解释清楚 但是萧玲根本不给他机会 一直在顾左右而言他 海涛只能放弃解释 两人回去的时候 萧玲说他周一就会递交辞职报告 看着这个女孩离去的背影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海涛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 萧玲 我记得你说过 你不是最初过不可 我们 是什么 你看 你不想和萧玲啊 今天晚上是我自爱 我好 虽然我非常爱你 但是爱情是两个人 我是 我不愿意你有一丝一毫的为难 你不必欠救 你千万别这么想 你没有勉强我 对不起 你让我说 如果你觉得被冒犯 请不吝点 就在海涛离开的时候 萧玲问他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海涛没有回答直接上车走了 他开始为自己刚才的冲动而后悔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玲解释 星期一上班的时候 海涛发现萧玲没有任何要辞职的迹象 这一下让他有点慌 他害怕萧玲因为自己的话而不走 他想当面问清楚 但是萧玲完全不给他机会 在公司一看见他就开始跑 这让海涛感觉莫名其妙 他发信息给萧玲 也是以毒不回 这一下让海涛更加的捉摸不透 没办法的他只能下班之后一直跟在萧玲身后 而萧玲对他的举动似乎早有预判 我就知道你在跟着我 上车吧 他将海涛带到了一处有着美国模型建筑的地方 他决定不去美国了 萧玲知道海涛其实并不爱自己 但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不爱海涛 即使为他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 萧玲却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委屈 相反他非常感恩上天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 他知道结婚是海涛意识冲动才说的话 他幻想着随着以后的相处 眼前的这个男人终会爱上自己 他想试一试 如果当时候实在不行他再出国 我不会让你为难 也不会给你任何压力 萧玲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儿 但是我可能 做不到你期望的那么好 我是怕将来 不是我 是你会后悔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给你幸福 未来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么绝望 我有信心 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萧玲的话完全把海涛的退路给堵死了 当海涛送他回去的时候 他说自己会给海涛五天的时间考虑 不论什么结果他都能接受 这一下海涛彻底慌了 他只能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兄弟张伯求助 张伯认为萧玲才是海涛的良配 但是海涛对他没有对叶子的那种激情 世界上哪那么多爱 凭什么让你而赶 小玉为你坐牢 萧玲为你放弃出国 哎 差不多行了 别太贪了 我不是贪 我是怕最后把人家给害了 我可以努力对他好 那也太累了 叶子他已经把我给耗干了 我就算有心 也没有利息再付出了 现在付出的不是你 是萧玲 这种不平衡最后肯定出问题 没那么严重 一结婚就好 叶子一辈子 千万别错误萧玲 万一你无语 找一个 可能还不如他呢 那时候你会更后悔 张伯的话让海涛无言以对 他已经失去了叶子 也许跟谁结婚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海涛依然没有给萧玲答复 他收到了萧玲的消息 问他机票要不要退 海涛抬头的时候 萧玲就这么看着他 海涛回复说陪他去退票 看见信息的萧玲开心的笑 当退票章盖下去的时候 犹如一记重锤敲在了海涛的心房 从这一刻起 他要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负责了 他知道那只是责任而不是爱 爱这个字随着叶子的离开也被带走了 这之后海涛将萧玲带回了家 萧玲作为媳妇来说无可挑剔 不论是家事还是性格 都深得海涛爸妈的喜欢 除了海涛不爱她 其他的都完美无缺 这天萧玲问海涛 送她的生日礼物为什么不用 而海涛根本就不知道那份礼物是什么 却发现是一块手表 这个时候她又想到了叶子 萧玲想为她戴上手表 海涛却一把拿了下来 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戴表 为什么 我有一次撞车和表双碎了 手腕被划在这儿流血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戴表 伤的是手腕也是心 这之后两人平稳地发展着 海涛也准备带她去看房子 然后兑现自己的承诺 男人本来已经打算忘记过去 跟现在的女朋友结婚 他们连房子都已经买好了 就在她第二天准备接萧玲去买家具的路上 接到了一个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 打电话那边的却是她的前女友叶子 她回到了深圳想约海涛见面 她报了一个地址说 不管海涛来不来她都等 李芝告诉海涛她不应该去 但是她拒绝不了叶子的声音 她当即打了个电话 告诉萧玲不能陪她去看家酒 客户约了她吃饭 不管过了多久 再次看到这张脸 依然让海涛的心感到悸动 此时的叶子明显已经成熟了许多 毕竟已经嫁为人妇 她的开场白是一句毫无意义的 海涛的多多敌人 无非是在掩饰她看见叶子的激动 当她看见叶子脖子上的翡翠时 本来海涛想说的并不是这些话 她想告诉叶子自己有多么的想她 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但是她脖子上的翡翠深深地刺激着海涛 说得不对吗 你现在跟以前出去有什么区别 那海涛我过来不是跟你吵架的 我是来问你存证你收到了吗 我想告诉你密码 什么来这套 给我密码 你要真有这心 走之前你就应该告诉我 想我的话你就直说 你回来是不是因为那老头子 他满足不了你了 叶子不敢置信 这是海涛说出来的话 当场直接泼了她一杯水 她觉得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 海涛正正地坐在原地 她掏完钱买完单之后 就直接追叶子去了 一进到电梯里 她直接栖身压到叶子身上 还没等她说话就直接清了上去 叶子从最开始的抗拒 然后倒慢慢地回应 两人一路从电梯吻到了房间 这时海涛的电话响起 她直接把手机掏出来给扔了 这个晚上两人不分彼此 他们的距离只有附数 第二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 叶子已经不见了 桌子上只有一封信和一个盒子 盒子里是当初叶子过生日时 她送的耳环 在信上她恭喜萧玲和海涛 而那张存折的密码是353535 激情退却之后就是现实 海涛去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当她打开手机的时候 就看见了萧玲说她在家的信息 在路上她一直想着 应该跟萧玲怎么解释 但是她觉得不论什么理由 都解释不了夜不归宿这件事 她只能硬着头皮回了家 一进门她就看见 萧玲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怎么没去上班 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 海涛刚想解释 萧玲却直接说 她已经打过电话给耿直了 海涛彻底无言 萧玲再一次问她去哪 回应她的只有满屋子的沉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千言万语 萧玲只问了一句 海涛缓缓地走向了 这个深爱自己的女人 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可能除了她妈 眼前的这个女人 应该是最爱自己的 她让萧玲再过一个月 就回老家开证明 这个字一出口 海涛的心里就像被扎了一下 但是她知道此刻的萧玲比她还疼 从这之后 萧玲就经常一个人发呆 为了弥补她 海涛带着她去买钻件 萧玲开心地向着孩子 就在两人买好离开的时候 有个人问海涛要别骗吗 她一回头发现这个人是小玉 看什么呢 是不是想买碟 海涛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时候刚好城管来了 别的商贩都赶紧卷铺盖跑路 小玉也想跑 但是她在停车场中间 被城管追得来回乱窜 就像老鼠一样 这是海涛第一次看见 她这么恐惧的眼神 海涛不由自主地拉开车门 让她上车 城管追上来的时候 海涛说他们是一起的朋友 城管便没在追究 萧玲问海涛小玉是谁 她只能说是一个朋友 小玉出来之后看见了萧玲 她准头看看海涛 她没想到在她身边的女人 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你越想跟前程往事做个了断 以前的人和事 会以千奇百怪的方式 出现在你面前 海涛认识的这五个 钻石人间的姑娘 除了小玉及早退出 剩下的全部七零八落 第二天海涛上班的时候 电脑上多了一个字条 上面是小玉的电话号码 她约了海涛见面 还是在那个海边 只是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小玉已经出来一个星期了 她说一直想找机会 给海涛和叶子道歉 在里面一年 已经把小玉的张扬镜给磨没了 现在的她就连讲话都透露着卑微 两人来到了第一次吃西餐的地方 这让小玉产生了一种 时光倒流的感觉 接着她问了叶子的近况 于是海涛把近一年发生的事 都说了一遍 小玉结婚怀孕 叶子远嫁新加坡 丽婷被骗 雪儿失踪 海涛突然发现 这些话除了小玉 她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倾诉 她现在对小玉已经不恨了 甚至有着深深的同情 如果可以 她希望遇见叶子的那天 自己没有带烟 更希望遇见小玉的那天 她没有喝醉 这样就不会发生后面这么多事 小玉只能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海涛还说了自己春节 就要结婚的事 可是 刚才你不是说 小玉她为了我 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她放弃了出国 而且不求回报 我必须为我的行为负责 你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会怎么样 将小玉送到她的临时住所 海涛将自己身上 全部的现金给拿了出来 小玉本来以为她会恨死自己 现在看她能不计前嫌 觉得就已经够了 这个钱她不能要 何况她身上有钱 看着小玉离开的背影 海涛感觉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晚上她回家的时候 萧玲正在写情捡 海涛让她把梗子也写上 第二天她和萧玲下班的时候 小玉在楼下看见并叫住了她 她是专门来给两人送结婚礼物的 说完祝福语之后 她就走了 萧玲觉得收了她的东西 也要给她一份情节 但是海涛却说不用 她虽然原谅了小玉 但是绝不希望她再介入自己的生活 她也不想萧玲知道自己的曾经 画面一转 萧玲准备回老家开证明 男人前脚送走了未婚妻 后脚就接到了 对自己爱而不得女人的电话 小玉让她帮自己搬家 出于怜悯海涛就答应了 就在她为小玉搬家的时候 接到了一婷的电话 在电话里一婷火急火了约她见面 让她半个小时必须赶报 一开始海涛并没有在意 她以为一婷是被高产 给弄得精神出问题 给小玉搬完家之后 她就离开了 一看见海涛一婷就一头的火 海涛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你笑个屁啊 一会儿你听听叶子发生什么事 你看你那么笑得出来 什么事这么严重 她出车祸了还是 你车祸也弄过了 她到底怎么了 她怀孕了 这时的海涛却说 这种事应该去找艾瑞克 不知道她是真傻还是装傻 一婷直接说出了叶子 来找过她的事 她笃定这个孩子就是海涛的 听见这个海涛顿时慌了谁 她问一婷到底怎么回事 一婷说出了她知道的情况 叶子回到新加坡一个月之后 渐渐地感觉身体不适 于是偷偷地买了测运纸 检测结果是两条杠 这一下她也慌了 只能跟艾瑞克说 自己要去澳门散心 她趁机找到了一婷 起初她说自己怀孕了 一婷还夸艾瑞克保到位了 这孩子不是她的 你爱她的 你有没有想到 老头如果知道 这孩子不是她的怎么办 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时候你所有的一切全没了 那你结果干嘛 你白忙活吗 你会后悔一辈子 不要这个孩子 你会后悔一辈子 你真是个傻子 真的是个傻子 叶子的肚子已经两个多月了 再这样下去一定会显怀 最关键的是叶子 想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 以此来纪念李海涛 她来找一婷是想要离婚的 艾瑞克也跟到了澳门 在吃饭的时候 叶子有了孕途的反应 艾瑞克是过来人 自然看了出来 她要带叶子去医院检查 但是叶子不愿意 一停在边上打着圆场 艾瑞克也没有勉强 他们万万没想到 艾瑞克直接把医生请上了门 给叶子做了全身检查 结果显而易见 艾瑞克一脸严肃地找到了叶子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生育了 很显然他的头上多了一片大草原 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叶子并没说孩子是谁的 他只是告诉艾瑞克离婚吧 他想把孩子生下来 他不会要艾瑞克一分钱 你别怕了 给我戴了绿帽 还想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 我是无论如何都觉得对不起 所以我只要离婚 我是绝对不愿意 也不准意把这个孩子给生下 那你已经不能再生育了 那 你没准备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一停冲进房间 想要打圆场 而艾瑞克的态度坚决 这个孩子一定要拿掉 叶子拼着离婚一分钱 不要也想生下这个孩子 要是你真的把孩子给生下来 我一定要亲手 起压死他 如果你一定要亲手 毁断我的孝顺命 我就死在你那前 你干什么 你干嘛打人 听到这里的海涛一分填膺 他觉得艾瑞克不应该打叶子 第二天一停在赶到酒店的时候 叶子和艾瑞克都已经不见了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所以选择将这件事告诉海涛 听到这里海涛哪里还坐得住 他想让一停带自己去新加坡 而去新加坡需要签证 跟旅行团是去新加坡最快的方式 海涛找到了耿直 但是去新加坡最快的团也要三天以后 海涛现在满脑子都是叶子 耿直提醒他孝林该怎么办 海涛不知道应该跟孝林怎么说 他的想法是他比孝林提前一天回到深圳 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了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小玉的电话 他说自己的包丢在了海涛的车子上 方便的话他来拿一下 小玉来到他家 他看见他收拾好的行李箱便问了一句 他准备去哪 于是海涛就把叶子怀孕的事告诉了他 你疯了 海涛你听我说你不能去 为什么 你没有把握 他老公不会放过你 而且也饶不了你的 我不怕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就是死也要去 那小玉呢 他为你牺牲了一切 你忍心伤害他们 你好好看看你们这个家 你真的准备把这一切毁了吗 小玉劝海涛慎重考虑 但是此刻的海涛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他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件事的代价 他是否能承受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 我拼命地告诉我自己 忘了他 我在纸上显现过无数的理由 他做过小姐 他记忆 他偏爱 他不珍惜我的感情 一次又一次地离我而去 他居然为了钱嫁给一个老头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 因为所有的理由 架在一起都比不上一个字 爱 第二天海涛在机场的时候 他隐约看见了小玉 而小玉一看见他就躲躲闪闪地走了 这时候耿直也来了 海涛急着赶飞机也就没有在意 在登机之前他叮嘱耿直 如果萧灵回来了先不要说这件事 他会自己想办法解决 到了新加坡之后 海涛和一婷两人直接脱离了旅行团 直奔艾瑞克的豪宅来了 一婷让海涛在边上等 他先去探探情况 海涛只看见飞庸在跟他一直打手势 这让他感觉情况不妙 一婷一回来就说去医院 海涛以为艾瑞克把叶子怎么样了 但是因为语言不同 一婷只知道在医院 具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 很快他们就赶到了玛丽士泰医院 两人来到前台 得知叶子现在正在妇产科 等他们来到二楼的时候 就看见两个黑衣大汉坐在门口 正当他想上前问问的时候 手术师的门打开了 艾瑞克推着叶子走了出来 海涛现在满眼都是叶子 没有注意到艾瑞克那样吃人的眼神 为什么 不过我商量一下 为什么 这两个人完全把艾瑞克当成了空气 海涛甚至还要对艾瑞克动手 结果就是被两个保镖拉着给了一拳 这一拳我只能说打得好 叶子在边上苦苦哀求保镖才没有继续做他 海涛这时候却大言不惭地说他来带叶子走 海涛站起来说除非他被打死 否则他一定要带叶子走 艾瑞克直接懒得秒他 推着叶子就走了 海涛挣脱两个保镖追了上去 他竟然要直接拉着叶子离开 叶子被拽地倒在了地上 他当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 艾瑞克警告海涛 叶子是他的女人 就连叶子自己也让海涛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 最后是一听劝他别闹 海涛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艾瑞克推走了叶子 这之后他就一直站在艾瑞克家门外 这个时候的他开始后悔 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去找叶子 不然叶子就不会来新加坡 他就这么不吃不喝站在门口等了三天 直到艾瑞克的出现 他让前女友离婚和自己走 为此他找到前女友的老公 妄想跟他谈判 而艾瑞克是我觉得全剧最爱叶子的人 他不认为海涛能给叶子更好的生活 更加不会有了孩子而不告诉他 是你让他对你士气的信心完全的绝望 你连在最基本的信任都没办法给他 李海涛 你根本不配爱叶子 海涛之所以能站在这里 是因为叶子看见他在门口一直茶不思饭不响 艾瑞克是担心叶子的身体才将海涛给放了进来 并且叶子也答应绝对不会和他回去 你以为叶子还会相信你吗 李海涛 我是以男人最大的限度来宽容你了 不要再来 请李先生出去 就这样海涛被请不出去 他也踏上了回国征途 回家之后他听见了电话李萧琳的留言 萧琳已经把结婚证明都开好了 明天即将返回深圳 这个时候海涛才想起自己还有一个未婚妻 他现在自己都不确定这个婚还能不能结得成 他来到火车站接人的时候 萧琳热情地拥抱并亲吻了他 他还点海涛的父母带了一大堆的土特产 海涛的妈妈甚至给他买了一个钻截 如果没有叶子 画面里的四个人将会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吃饭的时候 海涛的爸爸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去登记 海涛还没说话 萧琳先帮他打起了圆场 说时间还长不差这一时半会 而海涛这个时候却在打退堂股 他不想过一辈子都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 很快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距离婚期也越来越近 海涛的心理也越来越抗拒 他跟萧琳提出自己想回爸妈家住一段时间 不然结婚之后就没时间陪他们了 萧琳作为媳妇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他提出下个星期一去登记 萧琳何尝不知道海涛的心思 只是他一直都在努力地争取 海涛也知道所有的问题都在自己身上 萧琳从头到尾都没有做错过什么 要真说错 唯一的错大概就是爱上了他 这天下班之后 萧琳让海涛不用送自己 他给海涛几天自由的时间 只要记得星期一登记就可以了 正当海涛准备离开的时候 艾瑞克叫住了他 对于艾瑞克的出现海涛也很惊讶 是不是叶子出什么事了 我就是要来问 李海涛 海涛被他说得一脸猛逼 艾瑞克说叶子不见了 他在走之前给艾瑞克留了一封信 大概的意思就是孩子被拿掉了 他感觉自己很崩溃 他要和艾瑞克离婚 艾瑞克看到这封信的第一时间就来找海涛的 但是海涛说叶子并没有联系过自己 而艾瑞克通过航空公司查到叶子买的机票 就是深圳的 他不相信叶子来深圳会不联系海涛 但是这次叶子真的没有来找海涛 见状艾瑞克只能警告海涛不要骗自己 而海涛知道如果叶子回到了深圳 那么他一定会出现在艾瑞克家 他不想让艾瑞克找到叶子 他来到艾瑞克家想通知叶子赶紧离开 当艾瑞看见他时 一开始矢口否认叶子在这 到后来变成了叶子不想见他 艾瑞克说不定马上就到 就让叶子赶快离开 不可能 他根本不知道我住哪 海涛 叶子回深圳不是为了你 我不管他为什么 我现在必须马上见到他 当海涛一上楼叶子看见他时 直接伸出了自己的守护 换着海涛的名字 海涛问他回来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正当两人想你浓我浓的时候 艾瑞克突然冲了上来 原来他并不相信海涛 所以一直跟在他身后 这次艾瑞克是真的怒了 他想要强行带叶子离开 为此他和海涛牛打在了一起 叶子只能在边上哭着让两人别打了 艺亭的一番话让两人冷静了下来 而叶子说他这次回来 只是单纯地认为他和艾瑞克的婚姻是一个错误 他不想让这段婚姻同时束缚着两人 所以才会这么坚决地想离婚 他现在只想求艾瑞克给自己一个机会 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并且他将艾瑞克以前送给自己的东西 列了一个清单 全部悉数奉还 离婚之后他也不会要艾瑞克的一分钱 看着心爱的女人哭成了泪人 艾瑞克让海涛出来一下 他只是叮嘱海涛好好照顾叶子 至于离婚的事他会安排律师来交接 寂静的叶瑞克将这个年轻半百男人的爱 也全部带走了 海涛抱着叶子抱了一个晚上 他下定决心要娶眼前的这个女人 叶子问他萧玲怎么办 我答应要请她的 有点时间 去处理和萧玲的关系 我这次婚了不是为了让你去 萧玲是个好女 也不能伤害 都是女人 海涛把叶子和艾瑞克当成了前车之箭 他不想过这种一辈子没有爱情的婚姻 在我看来他这是在为自己的薄情和自私找借口 叶子以自己离开深圳为妖怪 让他必须和萧玲去登记结婚 第二天他如约来接萧玲 不知情的萧玲开心的一路上叽叽喳喳 就像百灵鸟一样 在民政局的时候 海涛知道他在犹豫片刻 他将永远地失去叶子 在轮到他们的时候他说照片没带 出来后萧玲让他去拍一张拍立的 但是海涛却说不想今天登记 这话一出萧玲哪里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他流着眼泪 转身捂着脸跑着离开了 海涛想要上前去追 但是萧玲已经上了出租车 这一刻他突然有点害怕起来 因为萧玲不比叶子 他没有经历过风浪 他害怕萧玲会想不开 在车上他拨通了萧玲的电话 但是语音播报电话已经关机 海涛一路追着他回到了他们住的小区 一回家就看见萧玲呆呆坐在床边 背后的婚纱照显得格外刺眼 海涛把他和叶子的故事说给了萧玲听 从给我一支烟开始 一直讲到昨天晚上在一听家 最后的决策在那里手里 如果你还要嫁 我们都会是照照自己 我想所有好照顾一样 好好地对待自己的妻子 你都可以想成我 从今以后不再和叶子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答应我 让我可以像一个朋友一样去关心他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海涛的真实意图是想通过这些话来逼萧玲主动退出 长久的沉默之后 萧玲让海涛给他一支烟 海涛成黄成孔的地上一支烟并为他点了起来 但是刚吸一口萧玲就咳嗽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变不成叶子 也变不成海涛心里的那个人 他让海涛先离开 他想一个人静一静 明天早上他会给海涛一个答复 而海涛害怕他一个人想不开 但是现在他待在这里确实也不适合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的话 我也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一句话让海涛愧疚得无地自容 这个晚上他坐在车子里看着楼上寸步不离 就是害怕有万一的情况发生 好不容易在车子上熬到早上七点 海涛急忙回家 不知道他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萧玲的答案 还是害怕萧玲出事 未婚夫和他的前女友好了 这个女人非但没有责观 还要把他们一起买的房子留给未婚夫 为了不给海涛任何压力 他会告诉他家那边这个婚事他不想结的 在离开之前他想见见叶子 海涛让他等着自己 他去找叶子 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一体家 当叶子看见他时还祝他新婚快乐 我没有跟他等近 为什么 为了你 他告诉了叶子前因后果 并且说萧玲想见他一面 而叶子知道是因为他的出现才会破坏海涛的婚姻 他觉得自己没有脸去见萧玲 这个时候他还在劝海涛对萧玲负责 我真的不想跟他结婚 叶子你不明白吗 我爱的是你 然后我后来心里就够了 我不需要任何心事 可是萧玲不行 这不够对我来说不够叶子 你不希望有一天看到我跟萧玲离婚吗 那样的话对他的伤害会更大 叶子被海涛说服了 但是当他跟海涛一起来到了他们家楼下的时候 他还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他感觉自己是个罪人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海涛已然没有了退路 他只能一个人回来面对萧玲 当他回来的时候 萧玲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海涛将事情如实相告 萧玲也没有勉强 而他从这个房子里带走的唯一的东西 就是他和海涛的那张婚纱海报 当海涛提出送他时也被他拒绝 看着这个女人远去的背影 海涛多希望他能做自己一顿 这样可以让他的心里少一些愧疚 之后海涛妈妈打来电话让他们回去吃饭 海涛说了他们不结婚了的事 再之后张博约海涛出来喝酒 他受海涛妈妈之拖来问的情况 海涛一言不发 张博猜到他可能又是因为叶子 这件事确实是我对不起萧玲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你办的这要人事吗 萧玲多好的女孩 既温柔又懂事 论向往论学历 论家庭 哪点配不上 见过的哥们都说 要去就去这样的女人做了 萧玲为你放弃出国 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原来你是玩人家 你可真忍心啊 我没玩弄萧玲 我真想跟他结婚来着 可这中间我们发生了太多的事 我很难用几句话给你解释清楚 我矛盾了很久 那你早做决定啊 哪有零结婚把人给甩了 这一波我占张博 海涛就是个伪君子 他让张博不要把叶子的事告诉他爸爸 不然他们知道叶子的身世肯定受不了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海涛就被主管叫到了办公室 他是来问萧玲是怎么回事的 海涛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找到萧玲的时候 萧玲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海涛只能默默地一直跟在身后 在电梯边上的时候 他拿了一张卡赛在萧玲的手里 萧玲没有说话 只是突然转头抱住了他 电梯门开了萧玲也走了 一个星期之后 随着萧玲乘坐的飞机起飞 他和海涛结束了一切交集 变成了天歌一方 这天海涛三人在一起聊天时 一听说他看到了小玉 于是海涛便说了小玉卖碟的事 叶子让他带自己去找小子 当小玉看见他时 眼里充满震惊 按照道理他应该在新加坡 一看两人这个样子 小玉知道两人肯定又勾搭到了一起 叶子主动邀请小玉找个地方坐一会 两人在一起聊天的内容自然是钻石人间 时隔多年 再见故人也难免唏嘘 小玉也为当年的事向叶子道歉 叶子不但没有怪他 反而让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就说 他还是愿意将小玉当成朋友 就这样小玉又进入他们这个圈子 男人放弃了自己的白领未婚妻 选择了做过小姐的前女友 他不敢告诉自己的爸妈 他妈妈在他的钱包里发现了叶子的照片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为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 选择不和萧玲结婚的 他问海涛叶子是做什么的 海涛只能撒谎说他是做导游的 海涛妈妈要求见他一面 第二天他来到一亭的房子找叶子 小玉也在这里 其他人都回家过年了 见状海涛就打了个电话给耿直 想让他一起过来吃饺子 耿直却说刚才有人打电话 到他们旅行社打听叶子 不用想海涛也知道这是他妈 但是因为他没有先跟耿直通勤 所以耿直是肇事话说的 挂了电话之后 海涛说他妈妈想见见叶子 但是现在叶子还没有离婚 所以见他妈妈不是很合适 这话刚好被小玉给听见了 叶子你没离婚啊 那你现在还是埃瑞克的太太 耿直下班了之后也来到了别墅 他让叶子干脆去他们旅行社上班放 这样既能有份工作 也对海涛他妈有个交代 叶子和海涛都感觉这个提议不错 请注意小玉的眼神 很快年过完了 海涛的生活也以工作为主 他也准备三天之后陪老总去香港出差 他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艾瑞克来深圳约他见面 他想让海涛陪他一起去 但是海涛害怕他在场会打击 艾瑞克的自尊心 他选择在酒店外面等着 这一等就等到了天黑 叶子出来的时候脸上却挂满泪水 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我也不知道等你哭着说自己 他跟你说什么 艾瑞克跟他谈了这么久都是在回忆 这让海涛有点不高兴 叶子不忍心一直咄咄相逼 海涛 这不是他的错 是我 如果当初我把识住自己的话 就不会发生惊愿这些事 你们谈离婚的事了吗 我最关心这个 他非常难过 才是凌国父就好像老了很多 所以 所以我没敢问 优柔寡断奶冰家大计 叶子让海涛给自己一点时间 他做不到像海涛对萧林那样决绝 画面一转 海涛在香港的时候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艾瑞克已经同意离婚 但是因为他们是在新加坡注册的 必须要回新加坡办手续 大概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 当海涛回家的时候 看见了桌子上叶子给他留的字条 叶子给他准备了一冰箱的食物 等他全吃完了叶子也就回来 海涛开始拼命地吃 他希望赶紧吃完就能见到叶子 这天小玉找到了他 说是怕他一个人在家无聊 给他送点叠片看 他轮到了香味 问海涛在做什么好吃的 海涛说是方便面 小玉说自己刚好没吃饭 然后拿着面就要吃 海涛却直接把面给拿走了 说带他出去吃 这让小玉觉得海涛在提防着他 海涛也确实在提防着他 海涛 你是不是怕我在 我还以为你真的原来 嗨 就一顿饭 你想的太多了 吃完饭后他准备送小玉回去 这时候他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叶子回来了 海涛关切地问他离婚的是怎么样了 但是叶子却让他回来再说 这一下他也没有了送小玉的心思 他就想着能赶紧回家 看着远去的海涛 小玉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回来之后海涛直接抱住了叶子 然后就拉着他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而叶子的婚又没有离成 海涛觉得艾瑞克是故意在拖 叶子在回来之前 已经把需要的材料全留在了新加坡 大概在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走流程 在海涛帮叶子收拾东西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自己没见过的戒指 叶子说那是他去新加坡以前小玉送给他的 干嘛送你戒指 叶子还说艾瑞克希望叶子 做深圳珠宝店的总经理 每个月的工资两万块 但是叶子没有答应 这句话多少有点打击海涛男人的自尊心 这时候叶子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海涛问是谁 叶子却说不认识 可能发错了 为了去耿直的旅行社上班 叶子一直在苦修得云 但是因为他已经放了太久 现在再捡起来有点失利 这让他的心里乱糟糟的 而艾瑞克因为珠宝店的事情一直在忙 他和叶子的婚还是没有离 海涛始终觉得他这就是故意的 但是叶子却说艾瑞克不是那种人 这让海涛心里特别不爽 但是叶子也没解释 又过去了半个月 叶子离婚的事还是毫无进展 艾瑞克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让海涛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找来耿直诉苦 耿直让他做好打吃酒站的准备 喝得晕晕的海涛开始在舞池里放松自己 等他来到吧台准备休息一会的时候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海涛知道那就是艺亭 他来到二楼寻找艺亭的身影 只见艺亭走向舞池当中 吓一雨的一声枪响 这把海涛干懵了 舞池中间一个男人倒了下去 海涛急忙下楼 艺亭想要离开却被保安给拦住 海涛冲上去叫住了他 他一直让艺亭冷静 看到海涛之后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一枪抱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舞池中间被他杀了的男人正是高产 警察找到海涛例行问话 他老老实实地说了自己的情况 并且说艺亭是他的朋友 但是当警察问艺亭姓什么的时候 他却说不出来 他把和艺亭相关的一切艰难地描述了下来 警察带着海涛来到艺亭的别墅 当他进屋的时候 却发现艾瑞克在这里 海涛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艺亭真的把高产给杀了 警察从叶子的口中了解到 艺亭的详细信息 从他在钻石人间开始 到他被高产骗光了家产 警察需要对这里的别墅进行检查 这别墅自然是住不了了 叶子在海涛家洗澡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海涛便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边是艾瑞克 他担心叶子受不了打击 海涛只说了一句 叶子不方便接电话便挂断了 正是这个电话让他响起 叶子对艾瑞克来到深圳的 十字未提 他希望叶子能主动地告诉自己 但是叶子从头到尾 什么也没有说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 新闻和报纸的头条 小玉拿着报纸来找海涛 问什么情况 问一婷的事其实只是顺带 刚才我去艺亭家的时候 看见艾瑞克和叶子在一起 两个人在整理东西 不知道是收拾叶子的东西 还是一天有余物 我们昨天就见过 小玉的话看似无心 但是却像一根刺扎在海涛的心里 这时候他接到了叶子的电话 他约海涛晚上吃饭 顺便跟他说点事 叶子所说的事 就是接手艾瑞克的珠宝店 这让海涛非常不愤 叶子说艾瑞克想找一个自己人管理 你应该已经不算是他的自己人了吧 你想哪儿去了 我们俩以后顶多是合伙人的关系 你不想去德国了 我们不是说好去德国结婚的 不当导游也可以去德国呀 你知道珠宝店一年的收益是多少吗 是你薪水的十倍 只要咱们有了钱 哪儿都可以去 干嘛非要当导游呢 你别想艾瑞克是我的前夫 你就想 正好是哪家店需要聘经理 哪个老板脑子坏掉了聘一个花瓶当经理呀 海涛自然是不愿意的 叶子说如果他不答应 艾瑞克就不签字离婚 没办法海涛只能妥协 他们找到艾瑞克希望他能把合同的签字之日生效 改成离婚之日生效 艾瑞克没有犹豫 当场改了合同 这下叶子没了后顾之忧也签了字 艾瑞克给了叶子一个文件带 说等他走了之后再让叶子打开 艾瑞克前脚一走 后脚叶子就打开了文件带 而这文件带里正是离婚判决书 他们三天之前就已经离婚了 这一下海涛算是当了回小人 而叶子听到这里直接追了出去 这个男人对他可以说是无怨无悔地在付出 但是他除了谢谢什么也做不了 艾瑞克只是真心地希望叶子能够幸福 而海涛为了这一天已经欠下了太多的债 第二天早上他起床的时候 叶子已经做好了早餐 两人宛如一对新婚夫妻 叶子也决定和海涛一起回去见见他的父母 他一来海涛的妈妈就问起了他的工作 海涛害怕露线就岔开话题 准备陪二老闻他们最喜欢的马匠 但是海涛妈妈却说不用了 当叶子去吸水果的时候 海涛妈妈说他倒不是对叶子有意见 只是他想起萧林心里不得进 并且他说叶子实在太漂亮了 人一漂亮就会不踏实 这让海涛知道他妈从叶子身上感受到了什么 毕竟叶子的红尘气息 恐怕他这一辈子也无法摆脱 而叶子也感受到他自己不受海涛父母的待见 画面一转 这天海涛来接叶子下班 却发现叶子身边停着一辆宝马 叶子则说这是公司给他配的车 就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叶子的手机总是接到短信 这让海涛心生疑惑 叶子也察觉到了海涛的不开心 而海涛觉得艾瑞科这么做就是在告诉他 他离海涛配不上叶子 他认为叶子没有站在他的角度考虑自己的感受 当两人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小玉蹲坐在他们家门口 小玉说他的音箱摊被抄了 他辛苦的这四个月现在复制东流 见状叶子便让他去自己的珠宝店上班 什么珠宝店 你给我开心水 艾瑞克让我坐他身上连锁店的机会 我有权利拼用员工 小玉眼含深意地看了海涛一眼 艾瑞克离了婚 还对你这么有情有意 这话让海涛心里又扎了一根刺 叶子上班之后开始变得忙碌起来 每天早出晚归 海涛很多时候根本就见不到他人 而这段时间艾瑞克一直待在叶子身边 传授他做生意的知识 叶子想把这些分享给海涛 但是海涛一听见艾瑞克的名字就打断了他 叶子知道海涛只是嫌他回来晚了 这时候他的手机又收到了信息 叶子看完信息之后就说自己去一下洗手间 这让海涛觉得他似乎有事瞒着自己 晚上趁着叶子睡着的时候 海涛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短信是什么 但是秉承的信任是最基本的原则 犹豫了一番之后他没有看 但是这也让他更加的不堪重负 晚上只能在沙发上睡 第二天早上叶子想和他来个二人世界 但是海涛以工作的理由推掉了 其实他压根没有工作安排 他只是想要自己屡屡思路 就在他一个人散心的时候接到了张伯的电话 他让海涛上网看看 海涛来到了办公室 打开新闻一看 网上铺天盖地全是艾瑞克和叶子的信息 新闻都在写叶子和艾瑞克旧情复然 这让海涛脑海里一团乱麻 回家之后他打了个电话给叶子问他在哪 叶子说自己和小玉在一起 等会就回来了 他当挂完电话 电话就又响了起来 海涛接起电话 却发现电话那边是小玉 小玉说有个客人要求打着 所以他打电话问问叶子 他不在店里吗 小玉的一番话让海涛的心里冰冷 他感觉这一切都是叶子的预谋 为的就是欺骗他这个傻白甜 叶子回来的时候发现海涛已经在家里了 按照道理来说 他应该正在陪客户吃饭 当海涛准备和叶子开成不公的谈谈时 他的手机又收到了信息 接着叶子就说自己去一趟洗手间 这一下海涛心中的疑虑更甚 他无意间发现了叶子包里多了一个手适合 忍不住的海涛便拿出来看看 发现是一条贵重的薄金手链 叶子出来的时候问他为什么翻自己的东西 这让海涛很疑惑 这条手链的价值最少一万以上 就算关系再好的姐妹也不见得能这么什么 他有点不相信 干嘛这样看着我 不相信我的话吗 这也太奇怪了 这礼物未免太贵重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可是他非送不可 海涛 你要跟我谈什么 叶子 你认为我们的关系 你是这么想的 你想些真话 我不怕听到最坏的结果 只要是你的真实相反 这还用问吧 你谁会觉得我跟阿瑞克 我们俩真的只是生意上的关系 他明天下午四点的飞机就要回新加坡了 我们这么难才走到一起 你一定要相信 我没问他 我问之后 当海涛问叶子是否爱自己时 叶子说自己最爱的就是他 海涛想从他的眼里看到虚伪和欺骗 但是叶子的眼神非常真挚 这让海涛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判断 执念迫使他找出真相 这个晚上他再也忍不住拿起叶子的手机 他偷偷地来到了客厅 当他打开叶子的手机时傻眼了 上面全是暧昧的信息 看样子全是艾瑞克发的 海涛努力压制着自己的冲动 他害怕万一这个消息真的是发错 只是他上班的时候整天魂不守舍 就在领导找他的时候 他接到了自己妈妈的电话 海涛妈妈让他立刻回家 有非常重要的是找他谈 海涛只能撒谎他爸心脏病犯了 当他回家的时候 他的爸妈却一脸严肃 原来是他爸妈接到了记者的电话 他们不光知道叶子以前做过三倍 更是知道他结过一次婚 他和叶子的是海涛爸妈坚决反对 为此不惜要和海涛断绝亲子关系 这一下海涛成了不忠不孝不义之人 他开始对自己和叶子的感情感到动摇 这时候他又接到了小玉的电话 小玉说他去酒店送首饰的时候 看见了艾瑞克和叶子在一起 海涛直呼不可能 因为按照叶子的说法 艾瑞克今天四点的飞机 而现在已经六点了 但是小玉却言之早早 海涛直奔酒店 在酒店门口发现了叶子的车 当他来到酒店大厅的时候 恰好见到了叶子和艾瑞克一起上了电梯 他看了一下电梯的楼层 决定去找叶子问个清楚 他再也忍受不了一次次的欺骗 当他敲开房门的时候 却是艾瑞克开的门 他又没有顾忌边上的艾瑞克 他说艾瑞克应该四点飞新加坡 但是为什么现在在酒店 和叶子行苟且之时 你跟踪我 李先生 你误会了 我是特地邀请叶子小姐 上来跟我签合同了 你看东西都还在这里 签什么合同 你们这份合同签多少天了 叶子 跟我回去把事情接着行 叶子没有给海涛好脸色 拿着外套就走了 回到家的时候叶子没有搭理海涛 但是海涛一直在边上巴巴 甚至读出了手机上的内容 这让叶子知道 他偷看了自己的手机 这时候恰好 他的手机又响了 海涛便直接拿着手机 面了起来 宝贝 赶快回到我身边吧 你爱我我也爱你 我们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谁发的 我看到倒是鬼挖的 太过分了 你离海涛 我过分 对 我是过分 我过分对你一片之心 我一心一意地为你赚钱 一心一意地 想让你过好日子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 你绝对为了钱 又可能在一起 我要是为了钱 我为什么要和他离婚 我为什么不胜这机会 分他一半财产 因为你太聪明了 名义上没要一分钱 可实际上拿的一点都不少 珠宝店的股份 那辆宝马车 这些加起来还不够吗 那些珠宝是小玉送给我的 那辆车是拿到公司标准 分配给我的 那个店 不要再编了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撒谎 我没有撒谎 你不要污蔑我 我污蔑你 那你为什么要进他房间 是不是恨我去早了 是不是要等你们上了窗 我在窗门 情急之下 叶子直接扇了海涛一个耳光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为时已晚 海涛已经对叶子彻底的死了心 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没有计较你以前做过什么 没有在乎你在钻石人间 那段不光彩的经历 更没有在乎你离开我嫁给别人 但我是个男人 我不能允许你现在还欺骗我 其实这些一直都是海涛心里的一根刺 只是通过这次的事情放大了出来 叶子也明白他在海涛的心里 永远是个有污点的女人 他永远也不会相信自己 这一句话彻底的伤了叶子的心 他直接摔门而去 这一刻海涛的心开始疼了起来 他克制住了自己想挽留叶子的心情 因为他认为叶子已经背叛了自己 这之后他开始每天酗酒 只有酒精的麻痹才能让他的心情舒缓一点 这天他在家门口醉倒 被小玉给扶了起来 当海涛醒了的时候 小玉又开始亲切称呼他为宝贝 压抑已久的海涛只能跟小玉诉苦 只是这时候他已经将叶子扁得一文不值了 他甚至恨叶子毁了自己的生活 这之后的海涛对任何事都兴致确决 小玉在他身边出现的次数开始逐渐增加 海涛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小玉也丝毫没有隐藏自己的爱意 只是海涛的心已经死了 按照这个剧情的发展 终有一天小玉会打开他的心 这天他来帮小玉搬家 在一个脸盆里发现了事情的所有真相 海涛顿时感觉不对 他发现脸盆里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记着艾瑞克 报社 海涛爸妈的电话号码 看到这里的海涛明白了过来 他瞬间觉得小玉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拿着纸条质问小玉 他甚至已经不需要小玉的回答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小玉倒的鬼 而小玉直接下跪祈求海涛的原谅 我这么做都是因为爱你 从这是你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你 我甚至为了你犯罪如鱼 原谅我害他 我原谅你 你不会也太多这个地步 你让我原谅你 你这歹多的女人 小玉的头在墙上磕出了鲜血 索性她也不再掩饰自己 她隐忍了这么久就是等这一天 从她跟叶子刚开始在一起时 她就开始嫉妒 凭什么所有的男人都爱她爱得死去活来 你可以不是我 你可以是别人 但是唯独不能是她叶玲楼的 小玉说她进监狱的那一刻心就死了 她发誓一定不让叶子好过 等她出狱的时候却发现叶子和海涛分手了 本来她想就此罢手 但是两人却又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 这让小玉坚定了报复的决心 其实那些短信都是小玉发的 珠宝也是她送的 网上的消息以及海涛父母接到的采访电话 全是她散布的 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拆散叶子和海涛 可你哪来那么多钱 你送给叶子那些珠宝价值都上饭 我在钻石人间干了那么多 怎么会没钱 我要是不装求你会怜悯我信任吗 如果不是你今天意外发现那张纸和照片 会再装进去 直到得到你的纸 小玉说她给海涛一个机会结果自己 如果她不敢自己就要去医院了 海涛一把揪住了她的衣领 看见了小玉胸前的扣子 她知道这粒扣子属于自己 她毫不留情地扯了下来 这颗扣子一直被小玉视若珍宝 也是她活下去的动力 现在被海涛毫不留情地带走了 知道事情真相的海涛直奔新加坡 她想找艾瑞克打听叶子的下落 从艾瑞克的口中她才知道 叶子当初找她是为了拒绝珠宝店的股份 艾瑞克为了劝她才延误了飞机 叶子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爱着海涛 只是现在后悔已经无济于事 叶子也并不在新加坡 回到深圳的海涛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有一个叫齐玉琼的跳楼自杀了 在她上救护车之前说海涛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当海涛来到停尸间掀开盖头的那一刻 只看见冰冷的尸体 而小玉的胸前是一根没有扭扣的红丝线 这之后海涛开始旅行散心 在火车上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海涛和叶子最后有没有在一起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电视剧告诉我们 相爱的人一定不要互相猜忌 情侣之间一件细小事物造成的误会 可能让我们爆汗终身 爱就要勇敢地去追求 海涛被她的优柔寡断害了她 就像评论区一位朋友说的 她爱着叶子 但是她接受不了叶子做过小姐的事实 这一直都是她心里的一根刺 而小玉的爱太过极端 一般人真承受不来 希望各位看官都能找到自己的一生所爱